好,我們今天看到那個生日文 就是那個廖品蘭小姐寫的 所以你們看那個哲午的生日文 大概他有一些感觸 那每年我們的生日文大概都是 由我們不同的志工輪流來寫 那其實非常開心 就是說今天剛好是哲午的七週年 七週年我們上次我們算了一下 大概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大概是過兩個禮拜 在澳洲摸摸本有的開始 然後我們其實很開心 大概已經辦了差不多1100賭場 那個詳細組織這個七年來 那也是讓整個台灣公民社會 我們可以討論的這件事情 還可以持續下去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能量 然後我就也非常謝謝大家今天來 那我們今天這個題目 回到今天這個題目 就是說會請敏聰然後還有啟徵 這兩位所有專精的研究人員 他們為什麼來談 因為之前啟徵有來講過一次 關於台灣經濟的問題 然後在樓下 在台下的時候我就碰到敏聰 我就說你還不來講一次 那我們在哲午的找的人 大家都是很隨機的推坑 又願意來講 就可以來分享給大家 所以它也是一個很 一個分享的環境 那如果我們今天看到這個題目 就會建立台灣社會民主國 這個我們可能都比較熟悉 什麼叫台灣民主國 比如說1895年的時候 當時有個短暫的台灣民主國 那個過程 可是今天多加一個社會 所以我們會有個社會性 它也包含我們對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台灣還不是一個國家 不被國際承認的國家 或者台灣還是一個這個 受到很多威脅的國家 可是也是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更需要一些國家的想像 我們到底要打造或者建立什麼樣的國家 不管你主張是什麼 所以它這裡面 我們這個題目也可以看到 這個民衝老師 這個主要是他提出來的意見 就是多加一個社會 它的概念會是什麼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常常在講創新經濟 在每個政府都想要講創新經濟 可是我們看到創新經濟的這個背後 包括2014年的那個關於反服貌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很少去討論分配爭議的問題 討論公平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公平的時候 等一下也可以好好來注目一下 就是我們創造的經濟 創新的經濟 我們有沒有辦法達到那個公平 那沒有公平的創新經濟 我們還要不要 還有一個是其實在台下 剛剛也有跟台下的某位林先生也聊到說 那個創新好像是一種進步的經濟 那我們一定要追求一種進步的經濟嗎 還是說我們創新經濟到最後的經濟成果 也可能只是屬於少部分的經濟成果 創新經濟可能又是一個虛假或者假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我們都可以等一下可以 可以一一來對這個不同的幾個 公平創新經濟 台灣民主國或者台灣國或者台灣 跟社會之間的關係 產生某些聯繫 那我們現在就先 我們先熱烈掌聲歡迎林明聰老師 謝謝 謝謝清凱的介紹 還有先祝哲午生日快樂 先敬善你祝 我也是過路才來然後被抓來今天做一定要來 剛剛在上面的時候我們在開玩笑說 我負責在半個小時之內要建立一個國家 半個小時不能超過太多 因為其中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講 然後這個國家可不是普通的主權國家 它還是要一個公平正義 而且是富有的國家 這種國家有沒有 大家覺得有沒有 有嗎? 有嗎? 其實還蠻多的 在北歐尼很容易找到一個小國 他工作時間差不多 你會覺得他每天都在放假 對不對 然後薪水是我們的三倍 然後經濟是好的一塌糊塗 除了食物比較難吃之外 你幾乎覺得冬天很冷之外 你覺得這個國家基本上是一個理想的活度 然後教育什麼都不要錢 從你出生小孩子到父母不要錢 所以是有這樣的一個國家 可是我們對這樣的一個國家理解有多少 所以今天我們嘗試來看看 嘗試放到台灣的脈絡 所以基本上我不會花太多時間去介紹歐洲的情況 我想其真也許會在第二部分 所以我負責在前半段 我去建立一個國家 為什麼我們要建立這個國家 面對台灣的問題 然後下半段就是要看其真來給我們救經濟 要拚經濟 就拚這個經濟 OK 我是林敏聰 我事實上 我們真的 對不起 是社會民主經濟學社 就是我們兩個是主要的成員 我希望不要成為為惡的成員 我們只是招募 那我們事實上也有公民智庫 我待會再檢查介紹 最後才說 好 我前面已經大概簡單說明了 是沒有公平的創新經濟可能嗎 然後建立台灣社會民主國 其實你如果把它講具體一點 你知道一定答案是不可能 對不對 你會來這裡你就知道 要不然你幹嘛懶 就說 一定是沒有公平何來的創新經濟 所以你一定要有公平才有創新經濟 我們這個命題是這個樣子 當你這個東西你要說服人 然後你要怎麼才達到呢 我們要建立一個台灣民主國制 才有辦法達到一個既公平又創新的經濟 簡單講一定程度間接回答 剛剛的那個在底下回答 說我這樣的經濟我可以信賴嗎 所以一般來講 公平跟經濟一般來講 是我們在主流裡面 會覺得兩個是互相衝突的 我底下會嘗試說明 其實公平正義這件事情 才是真正創新經濟很重要的 Driving Force 它背後的動力 這個位置有點奇怪 我一定要站在這邊 然後讓你看到我的眼睛 我這樣講話才會有聲 好,我的Outline Why台灣社會民主國? 為什麼台灣社會民主國? 我總要交代 我不是來這邊喊Slogan OK 好 那如何達到呢? 我們認為你的整個經濟體制是一個核心議題 那待會我會論證 那麼講說公平正義這麼重要 公平正義當然重要 可是你公平正義如果是按照 依循了原來舊的經濟體制的話 那你永遠沒有辦法達到一個 既公平又富裕的社會 簡單的論述在講 當然底下我會慢慢去講這些事情 然後呢? 你講這些東西以後 那我們到底是什麼呢? What? 就是我們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花一點時間去看看我們自己 我稱之為叫做台灣因素 相對於我們一般熟悉的中國因素 對不對? 我們現在基本上所有的宜蘭雜政 常常很容易 我沒有說一定 就說一定是中國害的 那事情就解決了 可是有些事情事實上是 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會強調這部分的台灣因素 這個部分 那開場問題 我一開場 本來我想借一個白板 就是你們在上面可以 你們可以回答一些問題 就是說 什麼才是我們對台灣的願景? 其實什麼才是你們對台灣的願景? 我這樣子這樣問 就每個人來講 或者我用比較通俗的是說 你到底要什麼樣的生活? 我希望一個有什麼樣的生活? 那第一個我就先講 薪水要高一點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有沒有其他人? 我們可以 可以現場有人提嗎? 我本來是應該提 然後就寫上去 然後我們就形成我們的共識了 可是我們現在 沒有做神義民主對不對? 沒有 我的朋友有做神義民主 我說受他而無目 嘉華是這樣子 但是我當然比不上嘉華的魅力 對不對? 那有誰可以隨便提 你現在最想要 如果當你有一個選項 你對你現在的生活 你覺得 你希望改變的是什麼? 台灣是地球的帝國 地球的帝國 好 我們講具體一點 就是每天的生活 這是一個 還有沒有? 我不屬於中華民國 好 不屬於中華民國 這也是一點 具體一點 不屬於中華民國 還有? 直接說 不要製造必要 不要什麼? 不要製造必要的浪費 不要製造必要的浪費 好 就不要浪費 但也不能太辛苦 對不對? 比如說中午把關兩小時的店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當然慢慢會覺得是說 有些東西會有矛盾 有些會矛盾 不要製造太多的浪費 OK 還有誰? 環境不要受污染 環境不要受污染 你們到現在目前為止提的東西都很偉大 都是希望這個社會很好 沒有說自己 還有我 請說 年輕人不要擔心 不要說年輕人 連老年人也比較擔心 不要買到房子 買到 買房子 可以幫我記一下 我在腦袋裡面記一下 這些東西 就說房子不要太貴 對不對? 你至少 因為如果寫上去 就變得要重新整修 不行 我們知道整午的經濟也不是很好 還有沒有誰? 開心 開心就好 開心 開心就好 開心就好 你是非常唯心主義 好 我希望每天叫醒我的是夢想 不是腦袖 好 每天叫醒我的是夢想 那你就不要起來就好 那你就不要起來就好 還有呢 客觀什麼 客觀什麼 更關心這個社會 更關心這個社會 可是關心了以後 又沒有辦法改變 是不是很穩住 怎麼辦 現在很多年輕人 蠻穩住的 因為他關心了半天又很失望 然後好不容易推一些人上去 更失望 對不對 你不管年輕的老的 你都失望 那怎麼辦呢 這怎麼辦呢 對不對 請說 你希望他們做什麼 應該是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自己 你自己 你就作為一個個體 你希望怎麼樣的過日子 我們當然都有很偉大的理想 這個很好 因為那些政治人物也很偉大的理想 在選舉之前都有 所以盡量不要提跟他們太類似 可以啊 你如果喊 覺得至少你要 就是 至少大家可以願意 可以去看待這個 其實啊 少大家可以願意 就是 一些人討論 然後一些人 然後自己一起討論 OK 你希望有個公共參與 然後有公共討論 這樣的一個環境跟社會 不會說討論完了以後被關起來 對不對 類似像這樣 也許你們都不覺得這個很珍貴 可是讓我們這一代的 其實 還蠻珍貴的 講話完了以後不會有人來找你 這件事情還蠻珍貴的 我希望一個人人有大學念的社會 蛤 我希望一個人人有大學念 人人有大學 我們現在就有人人有大學念 但是很 可是是說 能夠讓大家 沒有在抱持負擔的念大學 OK 就是不要上完 上完大學四年以後 就要花二十年去還那個學貸 類似像這樣 或者是說 讓他們能夠無憂無憂的念 我的高中同學有十%的人 在高中畢業之後就去工作了 是 我希望能夠 如果大家要念大學 能夠無憂無憂的去念 OK 如果要念大學的話 可以無憂無憂的念 其中一個包括 就是當年老師不能太差 教授很差 你念了沒有用 然後 這很重要啊 對不對 我們都這樣每天警惕自己 然後另外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不要有實質上物質的負擔 我們慢慢已經成形 對不對 一個沒有恐懼可以參與的 然後 物質還有就是 就是房子 housing 的問題 是 是 是 我很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農地下 種的是座物 而不是農設和工廠 OK 我很希望 如果說未來 台灣有缺水的競爭 有一些缺水的東西的時候 那希望經濟部不要說 農田要限水 要把水全都給工廠 和工廠機來用 OK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到農田區的時候 碰到的真是農田 而不是水泥磚塊 然後看到的真是 是 所以請各位檢查一下 你現在的杯子有沒有不符合規定的 趕快把它丟掉 剛提的是說 你平常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拿到的杯子是符合你一般覺得重要的一些價值 比如說你應該是不要用那種塑膠杯之類的 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沒有其他 安樂死可以合法化 人可以適當處理自己的死亡 其實我也覺得我慢慢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希望一個人可以能夠相信自己的努力是可以被看見的 而且是不會付出的 然後自己的理想是可以在現實中得到印證的 然後人可以是在現實社會中找到理想的 你可以在現實社會裡面達到理想 我簡單這樣講就是說 不會每次你談到理想 人家就說你不實際 我其實我從小到大 到現在為止 我談一點理想 人家年紀比我大就說我不實際 年紀比我小就這樣奇怪的看 對不對 他們通常是實際的狀況跟現實跟理想 事實上互相分開 對不對 就是簡單講說 但是你希望能夠在現實當中真正實現 你自己的一些理想 好 為了怕說 我們這樣一直下去 我們就沒有結束了 還要沒有 還要沒有其他 就跟這些比較不相 就不一樣的 不一樣 奇怪你們都沒有講說我工作不要太辛苦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這樣子 對不對 我不要受老闆的欺負 對不對 好像比較少 你會不會受老闆 我每天 每天 那你為什麼不講說 我以後希望去工作的時候 能夠比較不受老闆的欺負 或者不受同事的欺負 因為我常來之後 我想說結構改變一下 跟一個人吵 差不多 OK 所以他已經對他的職場放棄了 對不對 我還是有去吵啊 OK他有去吵 OK他在這邊充電以後回去 回去吵 這個部分 好 還有沒有 我們剛剛有教育的部分 還有工作部分 還有housing的部分 好 所以我希望一個怎麼樣的生活 還有主權國家 比如說 我簡單這樣講 就是說 我不要成為一個中華民國 我至少可以決定 我要不要 至少你不要跟我講說 一定要中華民國才能夠救台灣 至少不要亂講這種 這種自己都不相信的話 OK 所以我們期待 我剛剛稍微做summarize summarize 一下 我們期待我們其實有大概有幾個方向 我們剛剛在樓上的時候 碰到一個老朋友 他說台灣沒有共識 我們剛剛講台灣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他說台灣沒有共識 每個人他會專注 他自己最重要的議題 那很少去傾聽 別人最重要的那個價值 跟你之間的關係 那當然沒有共識嘛 對不對 那 分配爭議 第一個 就是說 你希望賺了錢 你希望你努力工作 至少薪水不要太急 這某一種就是分配爭議 那你希望有些人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而且做了很多壞事 居然賺那麼多錢 會讓你憤怒的其實是這個 而不是說有些人比你有錢 我想各位其實大家都蠻寬容 也很容許別人比你有錢 所以其實在這裡面其實 還有包括勞動權益 這個剛剛雖然沒有家 還有另外一個是社會安全網 社會安全網 in general就包含什麼 包含你的教育權 包含你的工作權 還有包含你失業了以後怎麼樣 這個社會安全網 還有包含你的醫療 其實台灣有很多健保 但是我們知道在健保體系 很多人有那種叫做什麼 血汗 血汗的護理師 血汗的護理師 血汗的助理醫院 助理醫院 助醫醫生 助醫醫生最近 聽說要納入勞基法以後 很多老醫生就出來講 這樣我們的醫療體制就要崩壞了 對不對 他馬上就出來講 我待過四道 蠻劑可以一個月一到三十一天 每一天都沒休息 每一天都兩點下班 五點下班 你說助醫院醫生 不是 我在會計師 會計師 會計師也是這樣 OK 比較小的時候 但是 你會計師算錯帳 我不曉得後果會怎麼樣 但你助醫醫師 如果你算錯帳 可能那條命 就沒有了 我都滿害怕的 因為我沒有太多錢 可以讓會計師服務 所以其實整個醫療師 就是說 醫療師本身有很強的公共利益 有很多公共利益在 也就是它不是個人醫療系統 個人醫療行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它納入社會安全體系裡面 這是一個 那我通稱為 這是一個方向 我用紅色 紅色代表很左很左 然後這裡有點 有點綠 在地認同 如果你對台灣沒有在地認同的部分 你怎麼會care什麼中華民國不中華民國 你一定在意 你如果希望認同這個部分 你才有可能去互信團結 因為這個認同 團結不只是這個要素 我們底下要講 才會有一個獨立主權 獨立主權是後來的一個結果 國際上一個結果 如果這一群人他覺得他到上海也可以活 他到紐約也可以活 他是個世界公民 那你這個地方的團結就很難建立起來 我不是說只有Lusser 只有在台灣之後Lusser一起團結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之前很多人跑到紐約去 他還是想回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他很重要的 不只是文化上的根很重要的基礎 是他成長教育的很重要的基礎 所以這裡面所涵蓋的 不只是一個文化上自己主觀心 心靈上的東西 這是在意認同 另外一個呢 這是白色 白色 我找不到其他顏色 你還是需要有一個什麼 如果符合以上這些條件 但是你沒有一個永續的經濟 這個部分就要交給起征 對不對 你每天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叫做安其他的灰燼 不曉得你們看過 他是個北愛爾蘭 後來移民到 在紐約出生 然後回到北愛爾蘭 然後到20歲以前 每天窮得一塌糊塗 我就看一下這本書 我看以後每天早上起來 我最高興的事情就是吃早餐 就能夠很快樂的吃 一個正常的早餐 那你那樣的經濟你要 那這個也是常常很多人拿來 用這個東西來恐嚇我 我加一個引號 就是說如果你太要求分配正義勞動權益社會安全的話 你就不會有經濟 這個是常常有人來恐嚇我們 對不對 從20年前就恐嚇我們 從30年前就恐嚇我們 沒有經濟就沒有民主 對不對 所以民主先犧牲一下 現在對岸就是這樣講 對不對 你要有一定的民主 新加坡已經經濟不錯了 你也看不出他有一定太多的民主 好 另外 當然還有其他一些重要的議題 不管是剛剛講 決定自己死亡的權利 還有綠色環境 剛剛有提到 性別平等 我這樣算不算 大概就把它分類 有意義的請舉手 絕對反對 還有我都沒有包含在這裡面 好 暫時沒有反對 在你們反對之前 我就趕快往下一張 好 如果把這三個放在三個方向 我開始聚焦 開始這個方向 一個就是公平正義 裡面包含的是什麼 通稱是進步價值 分配正義 勞動權益 社會安全等等等等這些東西 另外一個部分是什麼 其實我們要的就是一個社會團結 這個社會團結 最後 是一個主權 對外是一個主權 但你對內 你不能每天 喊 喊國家萬歲 對不對 你對內其實是一個團結 在community 你是團結 在台北市是團結 台北市 我說我們是天龍國 台南就說你們是天龍國 對不對 那 這個就是團結 你去看歐洲 每個地方在打足球賽的時候 每個地方都是為自己的足球 來奮鬥 對不對 好 這個是團結在地認同 第三個是創新經濟 自主永續綠色 這個部分事實上是 我們今天要強調的一個重點 所以這前面或許大家比較沒有爭議 也許比較沒有爭議 也許大家會花比較多時間 在公平正義上 社會團結上 很多人可能 今天大部分沒有來了 大部分會發生 會只重視在這個經濟的部分 OK 那他會以為 這個經濟本身的邏輯 事實上是跟這些 是有互相衝突的 這是今天我們要論證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好 那台灣的現狀是什麼 我們台灣的共識是什麼 在這個澤武的共識 我們很快得到三點共識了 對不對 應該我們台灣就建國成功了 對 我們剛剛都沒有意義 基本上我們建立一個 非常理想的國家 底下怎麼做 所以 台灣的共識在哪裡 目前在台灣主流的社會 我是說走出澤武之外 你可以看到 上面是寫台灣現狀 自由跟競爭一定是跟公平正義 互相衝突 也就是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跟分別正義 一定是互相衝突 吵架的時候一定是這個樣子 全球化跟在地化 一定是互相衝突 或者是講國際化 理想跟實際 剛剛你講 有理想就沒實際 有實際就沒理想 個人跟群體互相衝突 環保社會福利 公平正義 跟經濟發展互相衝突 我們在隱隱約約 這個社會裡面 都有這樣的一個論述 是把所有的 item跟價值 事實上是互相衝突 那這個事實上造成的 是分裂這個社會 也就是說你找不到一個 一個好的Solution 找不到一個共同的 大家的共識 大家就站在價值的 對立端裡面 重要是站在價值的 對立端裡面 到最後站在價值的 對立端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形成一個 共識的時候 公共政策的共識的時候 我們最後就輸出一拳頭 所以誰當政 我的票比較多的時候 我不是在衝過說服的過程 那當然了 左跟右一定是衝突的 統跟土呢 更是衝突 藍跟綠呢 那沒救了 對不對 中國跟台灣 慢慢有的時候 可是事實是不是如此 我們仔細去想想看 所有的這些東西 是不是 是不是 真的像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沒有表現的社會 所展現的 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環保跟經濟的發展 一定就是彼此衝突 我們底下可以舉很多的例子 來論述這些東西 好 那 經濟 經濟是上口號 所以某一個極端 某一個極端 是拼經濟救台灣 不管哪一個政黨 其實政黨之間都有個共識 藍綠的共識非常多 大家不要以為 藍綠沒有共識 其中一個共識是什麼 就是拼經濟救台灣 馬英九講了 跟蔡英文講的 不會差太遠 就是你一定要拼 拼的意思吧 拼你的鋼來救台灣 來救台灣的產業 一般來講的邏輯是這樣 可是這個裡面 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是說 我們以前常常講政治擺一邊 經濟放中間 當然現在在政治上 因為政黨倫敵本身 這個東西其實是比較被 被拉到另外一個風向來看 但是這個是以前常常看到的 另外一個是 兩岸經濟限於政治 這是他們在馬政府的時候 最清楚的 對不對 那有八年的實踐 沒有經濟哪來的民主自由 這個大概是從以前的 威權時代裡面 常常耳提命命的告訴你 說你不要要太多的民主自由 我們的經濟還沒到歐美的那個程度 對不對 我們的GDP 只有他的比如說是二文之一 所以我們的民主 最好只有二文之一 這是承政比關係 好你可以看 先富起來 再談分配正義跟防好 防暴也是一樣的 那其他當然還有其他的 就是我們的社會安全體制 社會福利體制 也都是一樣 我們在面對 包括我們的長照 我們長照的問題 然後我們的退休金的問題 還有我們的學會的問題 都是面臨到這個 類似像的問題 這是一個階段 另外一個極端呢 我自己都忘了 另外一個極端 另外一個極端是說 我所有的現實 這些物質面我不要 愛台灣就可以救台灣 他也沒有告訴你怎麼愛 怎麼救 另外的是 公平正義就可以救台灣 我當然是比較極端一點 我無意侮辱 或者是 因為我自己也是 以前也是覺得 愛台灣就可以救台灣 對不對 好 然後這叫我稱之為 用比較中性的描述 叫素樸的左 素樸的左 也就是說 你要不要去碰觸到 最棘手的經濟問題 你要選擇一個計畫經濟 最直接可以貫徹的 就是由top down 直接是計畫經濟共產主義 在東歐整個長達40年的 整個實驗當中 東歐的社會主義體制 其實已經遭遇到很大的錯怪 可是另外 是不是有其他的可能 可以去面對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思考 我們還是把這 剛剛把這三個方向 我們還是回到這三個方向 剛剛這三個方向其實已經隱隱約告訴我們一個公平正義跟社會團結跟創新經濟 他已經指引我們一條路了 這個三個方向是各位的三個方向 我雖然事先已經把它打字打好 但是我想像你們的共識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是假設 這是你們的 當我們只訴求其中一項的時候 可以反問自己 我們現在有三個方向 但是我們台灣應該走什麼路 應該怎麼樣走 可以說我們只要其中一項嗎 可以嗎 我們要一個沒有公平正義 與人權的主權國家嗎 我們要獨立就好 但是獨立了以後發現沒有主權 你喊一下你也被抓起來 對不對 也有可能啊 你喊一下說我愛中國就被抓起來 可以嗎 也不行 所以他還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這個部分的公平正義 或者是說你已經獨立了以後 你發現你的分配正義還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你還是一樣低薪 你還是少到工作 這樣一個主權國家你要嗎 世界上在迫害自己 國家子民的獨裁政權 多了市民 他們每個人在聯合國都有席次 對不對 你要跟他比嗎 所以沒有國家主權 但是倒過來說 你只要公平正義 我是一個世界公民 我沒有國家來保障我 有可能嗎 也不可能吧 所以你也不可能 沒有國家的這個外殼跟這個體制 來保障你的進步價值跟核心價值 懂我意思嗎 所以另外一種極端是說 以進步價值為核心的經濟體系 沒有國家主權可以嗎 你希望有一個進步價值的經濟體系 一個好的經濟體系 你透過一定程度的管制這個市場 甚至我們講說金融次序 你沒有一個好的國家治理 你有可能變成是一個好的金融次序嗎 所以沒有國家主權可能嗎 市場的節制 進步價值體系 需要政府有效的去治理 跟國家主權的制定界線 貿易談判的時候 你的主權談判跟捍衛的角色 你國家之上都在 你又不可能跑去國家 所以你不可能說我是一個世界公民的左 不可能 你還是會有一個國家主權 你還是在地認同 相反的 國家主權在經濟依賴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有一個獨立的國家 但是你的經濟完全依賴其他的國家 你就是變成人家的附庸國而已 對不對 那你這樣的國家 就算你內部的分配還好 那你遲早會慢慢慢慢 事實上被跨國資本主義所剝削嗎 那我想是中南美洲有很多這樣的國家 對不對 他們一輩子大概就在奮鬥 如果去跟那些 那些跨國的資本主義 而奮鬥 那早期的話直接就要把政府推翻了 對不對 他們也都是在聯合國有歧視啊 好 喪失精進自主 你當然也沒有辦法 主權 那你就越來越混亂了 那我們就說為什麼 我們應該三個都要 彼此非常重要 所以一個進步的國家 三個互相連結的要素 就是公平正義 國家主權 自主的創新經濟 我們太習慣選單一選擇體了 對不對 我們不習慣複雜思考 我們總是希望什麼東西最重要 我們要做那個決定 所以三者是一個辯證關係 所謂辯證關係是說 我兩個事實上是有禁合 有張力 你不可能要一個東西 不傷害到另外一個部分 如果你把兩個東西都放極端的話 但是裡面你要達到一個平衡 什麼才是這個平衡 所以互相為必要條件 不可分割來談 所以我們底下就希望 我們把這三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共識 能不能夠底下分割來談 那這分割來談 我們不能每次一談 就把那三個一直舉出來 念出來 如果你到了一個比較上位的 我們應該把公平正義 國家主權 經濟三個整體的來思考 這叫Holistic思考 這個思考 要思考這件事情 你就必須要更上位的圖像 這樣一個什麼國家 你一講一下就懂 你到北歐過去 就說我們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社會民主的國家 你到德國去 你說我們的經濟體制是什麼 叫做社會市場經濟體制 他們整個國家 多多少少都知道 在這個經濟體制下 大家有一個共識 不會有人去抗議說 我為什麼房價還要控制我 十年之內稅那麼多 德國的房價事實上在十年之內 大概是從統一到現在幾乎是平均 只是幾乎沒動 你如果去查一下 比英國來得好 那他的建商絕對不會大膽去講說 為什麼我們這個國家 這個建設 土地建設房屋是國家經濟的火車桶 對不對 會傷害到經濟的火水 我們常常有聽到這樣子 對不對 稍微房價跌一點點 本來開始在高興的時候 他就給政府施壓了 不斷的這個邏輯 事實上隱藏在我這個mindset 那你想想看我好不容易存錢買一棟房子 現在房價降了 所以你偶偶也會擔心一下 對不對 當然可能大部分現在還沒有房子 所以你不擔心 我們這個善慰的是什麼 善慰的東西就是社會民主 社會民主非常重要三個核心概念 就是團結、平等、自由 剛好呼應了我們前面 上面這東西 那這個絕對不是偶然 它絕對不是偶然 它是一個歷史當中發展 在一個很左跟很右的情況之下 他們拿到一個compromise 你說這是compromise 沒有錯 也就是說 如果我要在現實當中實現理想的話 必須找到那一條路 那一條路本身去面對現實 那你就必須選擇 什麼樣的一個經濟市場 好 那這三者分別呼應了 國家主權 這個團結的部分 平等這個永續的價值 justice 公平正義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自由 創新的經濟 這是市場的經濟 新進體制 我們通常都忽略了 在北歐的國家 它的經濟體制 是市場經濟體制 它雖然不是完全 毫無條件的擁抱自由貿易 可是基本上是自由貿易 否則你事實上就是計劃經濟 當我們中間在這一點 沒有共識的時候 我們的經濟的整個基礎 但是 但是 它並不是完全就讓資本 可以決定一切 這裡面當然也很細緻 很細緻 好 如果是這樣看 我們把兩個東西 自由跟平等正義 這本質上 其實 從它的定義本身 其實就有一定程度的衝突 會有矛盾 因為 自由本身 如果是從市場的角度來講 當然個人的自由 你在這個社會上 你一定還是有一定的幫助 一定會被受到限制 一定成為限制 有公共利益的問題 你不能夠妨礙到別人的自由 這個我們比較容易理解 可是在市場部分 這個自由市場部分 你事實上 如果你要正義跟平等的話 你是不是會控制一定程度的獲利 比如說我會抽你的稅 對不對 我會規範你的經濟行為 對不對 來達到公共利益 但是我完全掐住你的話 就變成計畫經濟 你要做什麼做什麼 完全是我國家來做 這是不見得 那就是很左 所以這裡面本來 它就有一定程度的衝突 那這兩個衝突 為什麼會讓這兩個部分的人 假設不同的人 它重點會不一樣 它能夠還是活在同一個國家 它團結 因為它有一個團結的體系 跟最在地的認同 在地的認同 不僅是維新而已 它還包含我們剛剛的社交網站 我知道我在這邊付一定程度的稅金 跟我的保險以後 我知道我到老 我的教育 我的小孩子都不用付錢 我不需要去付貸款 所以這個體系讓我願意繳那麼多稅 那個稅事實上我現在用不到 我現在身強力賺 為什麼我要繳這個健保會 而且很貴 而且這個健保會 還學著你的薪資本身 來做極速的成長 對不對 那為什麼這個體系才願意 你去丹麥人他們繳稅繳得很高興 你去要美國人繳一下稅 他美國人就不一樣 這兩個當然國家不一樣的一個系統 所以這裡面其實包含了 它有一個物質的體系 也包含有在地的這種對認同 在地的這個部分的認同 所以這裡面它才有辦法把兩個團結 把自由跟平等團結下來 那這樣就是一個社會民主 建立一個社會民主為核心價值的獨立國家 我們建國快慢慢成功了 所以如果我們同意以上 那三個共識都是重要 缺一不可 最重要你若只堅持其中一項 其他東西你都不管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共識了 你就不會有上位 你走出去還是講說 我的國家主權最重要 其他我不管 我先不管 等我老的時候再管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有共識了 對不對 如果說我覺得公民正義很重要 那我的國家主權我不管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對話 所以我們的公民團體 我們的個人 就臨散成一個叫做 我簡單稱為叫做進步駕駛的拼裝車 我最近用在我的文章裡面 但是我們的引擎就變成很糟糕了 我們引擎事實上是老的引擎 是虐奪式的經濟引擎 然後我們裝了很多豪華裝備 有最進步的進步價值 那你說這個車子開沒有多久 是不是會垮掉 一定會垮掉 因為我們所有東西都在堅持 自己唯一的那個價值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從這三個把它放在一起的話 那我們就很難建立一個所謂的台灣社會民主國 OK 台灣有可能達到共識嘛 台灣有可能達到共識 要達到共識 不是我們這邊嘴巴我們大家同意而已 我們一定有一些內在的非常重要的缺陷 讓我們很難達到 缺陷通常不是你跟我的問題 是我們結構的問題 是我們這個大的結構的問題 好 剛剛有朋友講說 來這邊其實 要放鬆一下 我希望 而且冷氣好像因為要響應那個 臨床症 現在不太冷 我至少一直流汗 因為建國很辛苦 建一個平等的國家更辛苦 所以第一個階段達到的共識是 我們從1987年解嚴到現在 我們政黨的問題已經是第三次 對不對 選舉你也選到很累了 對不對 但是你還是會去選 但是今天事實上 再怎麼樣蠻坑的人 還是有了 還是有了 講說我們就讓中國管 那個我們就先不管他 10%或是5% 但至少大部分的人 至少還要裝民主一下 不管怎樣 台灣的基本上 選舉這件事情 自由民主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稱之為 這個是第一階段 台灣的共識 政治民主 我認為已經達到了 也就是個人的自由 這個市場本身一定程度的自由 這個部分 我是一定程度達到的 我稱之為這個叫做 政治民主 OK 我們對政治民主 雖然不滿意 但是我永遠四年後 就期待 可以把它換下來 然後三年休息 三年半休息 對不對 我們現在已經等著 下一次的選舉 因為快等著下一次的選舉 這個國家的民主 不是 這個不是 算我不講 不是很聰明的 就是很沒有希望 好 那重點是在哪裡 重點是 你是不是應該值次期待 不同的 不同的政治人物 回想 318 剛剛那個是從解嚴 到我們真的選舉 三次的政黨人替 不管怎樣 那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最近在看那個百年追求 那個陳翠玲老師寫的 你看看那個時候 多卑微 他只要在台灣議會 有一點點代表 或成立 能夠公開的協篇文章 不會被抓起來 那個時候的政治 那個到一百多年前 到現在 台灣的進步 在這一百多年當中 你可以把兩個政黨 換三次 這個也不容易 而且 真正因為選舉所死傷的人 事實上是 好像還沒有 對不對 但以前被關的人很多 從這個角度來講 從世界的標準來講 你雖然不滿意 事實上也不能說 它是完全不及格 所以前面那個政治民主 可是呢 我們有一點 光這個政治民主是不夠的 我要跟你講 因為我們在台灣 在這裡面 你回想到318 我們是政治民主可以啊 所以你才能衝進去 沒事嘛 要不然我們這些人 可能都要 這邊有一半的人 可能都要被 現在還在緩刑 要不然就被抓去關了 對不對 幸好 幸好 雖然不滿意 但是你必須承認 我們是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基本需求 對不對 我們要講和平抵擦 對不對 好 阿凱好像 不知道 你那天不知道辦什麼 假設我就不講阿凱 好 可是那天呢 你可以看到 有不同的人 都在318會場上 對不對 四十幾天 二十三天 對不起 那個四十幾天 是香港那邊 對不起 好 二十幾天 你可以看到 裡面有所謂的獨派 對不對 主權獨立 但你走在路上 你不會就說 我是獨派 對不對 當然他們也有個圈子 你可以說在現場 你可以回憶一下 有些也有什麼 有什麼 有反寶團體 地球公民啊 綠門嘛 你看到很多人 然後也有一些就是 性別團體的 都有 你在那邊可以看到 每個人都上去輪流的 拿起麥克風 他們叫控場 對不對 因為現場如果 冷淡的話 大家就去現控場 然後半夜的時候 其實快睡著 你總是要有一個人上去控場 尤其是第一天晚上 非常重要 第一天晚上你總要醒著 以免警察要衝進去 我在說那個 那時候的故事 已經過三年了 創新民主的期待 就是說 你那時候為什麼 我們不希望 那時候的 胡茂的簽約 你就會 會危害到你的 台灣的主權獨立 你透過經濟的模式 危害到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很多人 會反彈的原因 是這裡 當然一個程序的民主很重要 他在幾分鐘之內通過 這件事情只是一個營火點 如果他在幾分鐘之內 通過一個 小學生放學 可以怎樣怎樣的法案 或者是 那就 我想不會招集那麼多人 最重要 他通過了一個 影響非常大 另外一個是 長期來講 低薪 找不到工作 然後 撥銷 然後大財產越來越有錢 這個是那個時候的背景 所以他要求一個 分配正義在裡面 所以他也召喚了這一群人 那 另外我們也召喚 我們的經濟不要太 完全依賴對方 對不對 完全依賴 不是說完全跟他切斷關係 但至少 我們在從經濟的模式上來講 我們比較自主 有自主 我在政治上 就比較不受勒索 對不對 就不會說 我今天我入客就不來了 或者是什麼就不來了 就恐嚇你 那我們的政治人物 就開始要講 我們不要 我們應該 去跟他兩岸一家親一下 那 那你這個部分 事實上是被恐嚇 被勒索的結果 被恐嚇 被勒索 你作為人的一個個體的價值 你就會開始被abuse 所以為什麼經濟成這個部分 要解放 要公平的重點在這裡 你作為一個人本身的價值 會在這個體制裡面 被整個被毀壞 好 三者是不可切割的需求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這個東西不就呼應了我們什麼 所以318其實我認為 我個人認為 就是它事實上是第二階段的期待 我不是說成就 因為它還沒有達到 沒有達到的原因是說 我們光有期待 就好像剛剛各位很容易整合出來 但是要怎麼做 我們還沒有辦法 還沒有共識 這些東西其實在那一天 我想你如果叫蔡英文 他這些也全部背書 對不對 你說要主權獨立 他已經背書了 公平正義 他也喊 對不對 2012的時候他也喊 公平正義 2016他就不喊 很可惜 自主經濟這個東西他也會喊 創新每天喊 你喊的都累了 所以問題是 我們對於這些東西怎麼樣去做 還沒有共識 這個是今天的重點 我好不容易建國成功 重點要慢慢起爭 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台灣共識事實上 這個是我們有達到一定的成就 這個部分是我們的一個方向 但如何 我的第三段 如何 如何具體整體來實踐 主要論點 可以喝喝下茶 好 假設那個方向是我們的共識 我們怎麼做 我很在意怎麼做 因為我是一個 也不能講說我是一個物理學家 所以別人就不會在意 至少我們物理學家很中意 我是做實驗 大家想起物理學家 總會覺得他是什麼 他是天馬行空寫解虧選 錯了 我們這個物理學家是在 實驗室裡面 酸螺絲釘 只差沒差地板 我們是無哨野劍 必須要去設計很多東西 做螺絲工 你去一下熬夜 他就跟你的勞工一樣 所以你必須告訴我 你怎麼樣去實踐這些東西 我們很重要的一個論點 以前這些進步價值 這些方向 這些願景 都沒有被連結到 一個經濟體制的改變 我要強調是 這個東西是很重要 這是這一場的重點 前面的那個 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多少看到 重要是 經濟路線是社會民主 或者分配正義的核心議題 我認為是 你不改變現在的整個經濟大戰的mindset 你事實上沒有辦法達到你的價值 當然事實上在馬特斯裡面的 類似的idea也有 人必須解放 你的經濟體制必須要改變 所以經濟是實踐社會民主的物質條件 這聽起來很像馬特斯 所以我 事實上是物質條件 事實上也是如此 一個弱勢主權的國家 在面對其國際對手 經濟的自主程度 跟全球分工化分工業的戰略地位 它當然會影響到國內的政治自主 跟公平正義 你的國家主權怎麼可以有 如果說你的經濟完全依賴別的國家 所以那你會想說 那是不是我把門關起來以後 我就可以 我的經濟就可以獨立自主 沒那麼容易 我們要是像中國那麼大 我們當然可以關起來 所有的規則都一起玩 我們的Wi-Fi遊戲規則自己玩 我們的小米機自己做 反正先Copy也不怕 對不對 然後直接 我們就小米機就贏 我們規定 我們只買小米機其他不要用 那Display也是一樣 全世界觀潛門來 它光10億人口 事實上它就可以形成一個獨立自主的經濟 雖然它技術不獨立 對不對 它也可以 可是台灣可以嗎 台灣也不行 所以你必須面對台灣的Boundary Condition 現在我們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我們的技術跟我們的經濟本身 如何達到一定程度的自主 那這個是關鍵問題 這個關鍵問題 而且這個才是我們真正要去面對的台灣因素 如果這個東西沒有辦法克服 我們永遠很難去解放 所以底下 我舉一下人類大理事 這陣子在看 就是睡不著覺的時候 人類大理事 他是以色列的一個教授 他說 研究歷史不是要重複過去 而是要從中解放 這聽起來好像很炫 最重要是下面 他說人 後來為什麼可以把米安德塔 我們是一種人種 我們叫做智人 智慧的智人種 我們把其他人種都消滅 而且現在幾乎也快要把其他物種都消滅 這種人就叫做認知革命 我們有一種認知革命 這種認知革命他的強勢 他會去反省這個價值系統跟結構 因為這個價值系統的結構決定了歷史 這是他的想法 就是說 反省這個價值系統跟結構歷史 這是我講的 就是要打破他的限制 如果我們不反省台灣的這個自我的價值 跟我們自己的結構 那我們如何去打破我們現在的困境呢 你每天喊公平正義 跟喊獨立建國 你每天的行為 還是一樣設限在這個依賴的體制之下 那你如何達到你的真正的 本質上的這些價值上的實踐 好 所以我們去台灣 台灣因素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台灣創新經濟的內在缺陷 台灣因素當然也有很多很好的 但是我們先不談好的 談 談他的 Focus Focus在這個 文化部份也有 其他那個部份不談 要談的話可能就半夜才能回去 台灣創新經濟的內在缺陷 我問大家簡單解 舉幾點 那等一下其實在下半場的時候 其實起身他會更深入的 去談一些更本質的 就Micro Foundation的部分 是不是這樣 好像是嗎 好今天給我一些討論 好所以 第一個 我們必須怎麼檢討 代工本質跟規模量產的產業結構 你會覺得說這個東西大家都知道 這個每個人都知道 我們待會看他的Consequence 但我們對他的Consequence不知道 不清楚 他影響非常深遠 他影響到我們整個的Mindset 他影響到我們整個去面對未來的那個Future 那個Vision本身 另外一個是 一個Consequence是基礎研究的末世 另外一個是進步價值 核心價值的缺乏 所以我們碰到 稍微有一點點壓力的時候 我們就退回來 我們就放棄了我們的核心價值 因為我們的核心價值本身是有問題 這幾下我會講 好 所以正是台灣因素這有這麼多 我想這裡我就不一一 就是你短期獲利 資本密集 每個這個地方都可以很細微的去講 勞力密集 這大家知道 成本至上 你去看到政府現在在用的 推動不管是創新經濟的語言 他都是我們幾年內要達到什麼產時 我們幾年內要培養什麼產業 一個東西沒有產業 他就做不下去 他就沒有辦法去 去說服這個 這個 老百姓 公民社會 然後低利跟過老 今天林百里 我看到那個LINE上面新聞 林百里又說現在的年輕人 真的不行了 對不對 我們面對這麼多的問題 怎麼 我們以前 不是一利一休 是不眠不休 你去查一下 林百里 我只是回去有空再寫文章 再修飲啊 對不對 那底下 因為網友其實都還蠻去批評他 張東某有講過類似的話 搞到現在他還沒找到自己的接班人 對不對 那 所以 這裡面其實有很大的問題是說 這些台灣的主流的經濟學 不是經濟學 對不起 不是經濟學 就是說這些產業業主 他們事實上跟政府之間的關係 他們不斷地在 pursuit 不斷地在convince這個社會 或是在 迷幻這個社會 一種經濟模式 這種經濟模式是以前 號稱成功的 但是我們付出一定的代價 好 所以我們的轉型 事實上 我們裡面都已經被同化了 我們習慣這樣做 對不對 你不這樣做 你付出的代價 他會告訴你很大 然後另外一個 這個convince是說 我們也不要做自己的技術創新 這些的量產部分 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他的技術事實上是可以離轉 他直接買就好 我只要有錢 為什麼 我待會會秀圖片 現在先不要講 自主創新技術模式 好 我們現在的經濟模式 就跟兩三百年 那個 紡織業差不多 很多人在這邊 每個人都可以被取代 沒有面孔 你把臉弄出來 你的老闆也不會看到你 因為你所做的事情 就是手不斷地這樣動 大家看過左邊臉 那個酸螺絲巾 回去以後 到晚上還會自己 因為反射動作不斷地摔 對不對 因為你已經是 手已經被他制約了 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是可以讓這樣一個人 幾乎每兩三天 登上頭條 登上 登上財訓的報導 或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不斷 他代表是一種成功的例子 所以他能講那麼多話 對不對 他有百萬雄兵 大家不忘了看看 他這個百萬雄兵 是 螞蟻的 公蟻的雄兵 你要當那個公蟻嗎 好 他也開始覺得有問題了 他選擇的方式是什麼 他去併購下 當你發生有問題 你可以選擇的方式 是我自己要變成技術 對不對 我要做起來 但是要做起來很久 他是要 他就併購下 最近他要併購那個 東芝 東芝 好 大概在2011年的時候 我就說 這些是量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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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最重要的是三調 這叫做高科技 偽高科技組裝廠 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他 你又想到叫做偽高科技組裝廠 你這樣就不會被他震撼住 好 最重要的是結果 如果我爆肝也罷 結果是什麼 你薪水沒有提高 從1997年到2001年 增加薪水是19.6 我們今天這個低薪是有道理的 不是沒有道理的 你在那個結構 就註定你是這樣 當中國崛起的時候 你的利潤事實上就被排擠掉 被壓縮嘛 所以你不這樣才有怪 這違反經濟權理論 這個是經濟學院應該可以看出來 他可以看到其他的國家 德國、法國、英國 幾乎每個國家 包括韓國在十年前跟我們是差不多 1235跟1394 他比我們多一點點而已 他事實上是到2896 對不對 他增加了100%左右 你看到這就很傷心嘛 97年我剛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還會覺得說自己 有一種相對剝奪感 你看到韓國也那麼差 薪水不太好 現在整個是後悔了一塌糊塗 對不對 搞不好應該也要申請那邊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 那另外一個 consequence 是每小時 我們的工作時數也很長 每小時你所賺的錢 事實上是全世界最低的 比墨西哥好而已 我們很多東西都比墨西哥好 大家不要擔心 對不對 可是你看看 丹麥 華國這些國家 德國 挪威更不得了 對不對 47塊 他工作一個小時賺47塊 而美金 那我們賺10塊美金 賺10塊美金 所以這是個 consequence 我們知道 我們今天是背後有這個結構以後 這是製造業 所以數大就是美 不是 政府的所有的制度 都在鼓勵產值大的 對不對 全部都在重視 都在強調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有很多看不到的 沒有人理他 林犬也不見得見他 小英也不見得見到他 台灣因素的出探 就是第二個是進步價值的缺乏 時間的關係 我就很簡單 公平爭議 它絕對不是一個道德價值的問題而已 它必須要貫徹在某個經濟體之下 這個公平爭議才會被實踐 我強調是這一點 好 那你怎麼樣去 被在這個經濟價值底下 一般來講 我們都覺得這個進步價值跟經濟是互相對立 其實相反 其實進步價值才是經濟活動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積極要素跟永續動力 那我說 那你舉個例子 進步價值為經濟的重要的一個標題 我們看一下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是一個丹麥 因為上面看不清楚 丹麥的這個叫 Renewable Source 就是再生能源 對不對 這8萬公司的收納税 你可以看到這是幾個% 佔了% 這30% 2007年已經佔了30% 這已經達成了 小英的執政目標已經達到了 2007年 對不對 我們還可以講說台灣事實上 很多產業家說 我們事實上應該慢慢來 我們不應該太照進 2007年就到 到2014年的時候已經到50%了 有一半以上 現在已經2016 我們看一下 好 那問題你會覺得說 他為什麼一開始基礎就這麼好 他不是一開始 2007年一開始 這個是下一個 從1980年 從1980年開始 這是封車的 慢慢往上 慢慢往上 到2020年年的時候 這時候是大概佔了28% 封車佔了28% 可是這個漫長的過程 從事是20年 到現在幾乎是30年的過程 而且它有不同的階段 原因是 一開始 它這個階段 開始發展封車的時候 它不是為了推動產業 它是為了符合 local很小的community 它是用電的需求 它是去呼應社會需求 所以真正的重點 不在於有產業 可是產業是在什麼時候發生 慢慢在這裡產生 大風車的時候 我下面有個圖 我今天早上找 今天早上 我滿認真找這張圖 這張是我比較理想的圖 可是它是英文 我沒有關係 你可以看到 這是一張 這跟上面這張是類似的 OK 但是畫的不一樣 這裡面是分別三個不同的政策 第一個這個部分的政策 叫做Early Wind Power Support 剛開始找的時候 大概是在1991年 大概是前階段 這個產 所謂的產量 事實上還很小的時候 它事實上是符合小的community 你這個小的看不到沒關係 就相信我 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 1990年 糟糕我也看不到 它有3000個 local community的合作社 去operate這些小的風車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全民運動 我這個小村莊有五六百個人 我就蓋一個小風車 我support你技術 對不對 或者自己發展一些技術 我有一個platform 我都是hold share 一共有15萬人 15000 你可以做這個 是有15萬人 事實上是我這個call member 是member 那這個是代表什麼 它有ground basis 它有它的基礎 它有它的社會基礎 接下來慢慢是market base 慢慢才開始 你可以看到這個風車一開始 是小風車 你可以看到很小的 白白就是風車的大小 很有意思 這個圖已經包含這個 就一支 大概是幾個degawatt 然後慢慢 幾個emegawatt 然後慢慢上去慢慢上去 風車越來越大 風車越來越大 所以這風車數字的數目 可以變小 風車變得越來越大 這當然就是大廠商進來 所以才有辦法達到這個基礎 可是這個基礎 這部分是長期的long term的 針對這個社會需求 所衍生出來的自主的技術 我這句話蠻重要的 也就是說你針對社會需求以後 你才有辦法 有那個drive force 展生你自己的技術 否則他會想說 我要去哪裡買 可是那時候沒得買 那德國的歷史不太一樣 沒有時間再講 還有離岸風車 他也是針對 另外一個例子 我說我們有alternative 太多alternative 叫做industry policy 但台灣事實上都bypass 另外一個是 這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創意 神廚就是丹麥 也是哥本哈根的 一個非常handsome的主廚 他在丹麥是米其林 三顆星 他已經拿到前面第一名 第二名很多了 他有一天覺得很boring 他沒有innovation 他就跑到日本去 這次在日本 然後帶一個團隊 但是他不把整個丹麥的menu 整個菜單搬過去 他希望在那邊 用在地的食材 做當地很好made 那當然一樣很貴 通常我就不會去吃這樣 得的結果 這是螞蟻 然後這是一隻蝦子 你當然可以說 你不喜歡吃 但是就有那麼多人 那這個本身 他產生了一個經濟是 你通過一個比較自主 interaction 每一個人都是innovation 這幾個都是主廚 你看敢趴成這樣 我跟老闆講話了 其實一定就是 他很強的save confidence 不用language 你在裡面他很精彩的對話 怎麼去跟他辯論 這道菜的問題 蠻有意思 然後他採用當地的食材 採用當地的食材 製造這樣的特色 當然他不只這道菜 我只是選這道菜 好 基礎研究的末世 結束了 我們也是全世界最低的 這跌不腳 這個是跟我比較相關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一天到晚 廠商出他沒有辦法升級 是有道理的 因為他所有的RMD裡面 他只投入多少 0.4% 你去看一下 荷蘭跟韓國都是11%跟13% 我們是始終如一 韓國事實上在這幾年變化很大 就變化很高 他本來也是跟我們差不多 大概5點多% 然後他事實上在這幾年增加很多 我現在講的是 廠商 所以你今天廠商沒有辦法升級 他會升級才怪 真的才怪 這個事裡面應用研究也是一樣 台灣也是偏低 你看荷蘭它是37.5% 這裡面的數字 我們必須要清楚 我們才能去真正診斷 才能真正診斷 才能夠去徹底 去實踐那個維新的部分 你如果不去檢討那個維吾部分的話 那你的維新永遠就是只是維新 對不對 好 所以一個進步的經濟體制 我要強調一次 是這個政治民主跟社會民主的物質基礎 你不要輕視物質基礎 不要輕視物理系的 就是物質基礎 所以社會民主的物質基礎 事實上就是 我們稱之為簡單講 社會民主的經濟體系 至於社會民主的經濟體系 又可以講兩個小時 所以我底下慢慢提出 是說公平的創新經濟 其實我們需要有一個 台灣社會民主的經濟學 新的一個經濟學 那以公民正義跟社會需求 為核心的創新經濟 如果我簡單這樣說的話 國家的政策 必須針對這個社會的需求 去推動那個經濟 而不是只是針對產業 你說那最後會不會有產業 很多結果事實上它會有 但不是明年不是後年 它是一個long term 它會改變你的結構 OK 好 好 所以裡面的很多價值的連場 我就不說了 這個也許 起身可以更多的發揮 比方法跟市場的連結 這比較細緻的去分析 怎麼樣去在市場裡面 加入這個核心的價值的部分 分配證明的部分 好 那這個是北歐的notting model裡面 我只講這一個部分 那你說全世界在哪個國家 可以參考很多很多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什麼事情 都要跟美國看 而且美國很多經濟學家 他就是用 是我只說 用一個簡單的數學model 去解決一個簡單單位的問題 可是你去看歐洲的整個 我們可以看 Public跟private sector 他們的關係 並不是只是和平的存在 我們總覺得 意思就是說 你在街上跟在當朝廟堂 我們兩個不要打架就好 這個目前大概就是 民進黨的基本上的心態 就是說你們不要來朝我 讓我給我足夠的時間 我去解決 對不對 我先對付那些保守派 他不曉得過程當中 他們慢慢會變成保守派 或者已經變成保守派 對不對 他不知道 這對他的麻煩 他認為不只是和平相處而已 but rare 就是我們的social equality 就是我們社會的平等 跟我們的組合主義 就是合作的組合主義 跟我們整個社會福利的style 有非常重要的原因 什麼原因 是我們的經濟成功很重要的原因 他把這些核心的價值 社會平等的價值 當作是他們整個經濟成功 非常重要的drive in force 我想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這個me-message 能夠tag的話 底下我們就慢慢通了 好 那這裡我就跳過去了 這個就跳過去 好最後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其實是 願景有三個 我們慢慢去形成一個比較大的 Holistic思考 所以我們必須要超越整個單一的議題 這也是對我們公民社會 或是NGO 或是對我自己的一個呼籲 你不能再只針對單科的 各位不是甲組就是乙組 或是丙組或是丁組 對不對 然後丁組跟乙組 就是因為數學 或是什麼我們那時候 就被當掉 以後 然後人家就勸你去讀丁組 或是乙組 我不曉得現在是不是這樣 我們那個時候常常是這樣 超越單一體 進入整合性的思考 參與公共治理 必須要參與公共治理 才能面對問題 公共治理的知識基礎 需要跨領域的公民智庫 公民智庫在哪裡 事實上就在這個地方 就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最後的結語是讓我們吸手 吸哪 建立台灣社會民主國 它名字叫什麼 其實我不care 內容叫社會民主 然後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很重要 感謝您聽 道歉我講了 謝謝 我的時間就交給 真正很重要的 我們的經濟推手 能不能成功就看他了 接下來建國的工作就交給我了 事實上 我不到兩個月前 在同樣這個折舞的場 才出現過 所以本來民衆跟那個 安凱邀請我來講 這一場的時候 我是有點遲疑 能不能播一下我的那個 可是我為了一個懸念 我覺得 我應該把握這個機會 來繼續進行分享 什麼懸念呢 因為當天 就是在結束之後 有在場朋友 問了一個問題 這就是我上回來這個場 分享的一個題目 全球血案 鎖鏈下的圖為之道 勞動主權 創新經濟 跟社會民主 錯過的朋友 其實應該可以在網路上看 那我要講的是 當天一個在場的問題 我選擇不回答 其實有一些重複的朋友 其實知道說 基本上我是很仔細針對 每個問題回答 可是就這個問題 我沒有回答 為什麼北歐可以有這麼多的創新 而台灣做不到 那北歐的創新 其實大家都以為 比如說幾個比較大的品牌 像以前的Nokia 芬蘭有個Nokia 然後Nokia不見了 芬蘭有沒有倒下去 沒有 它還是有源源不斷的創新出現 比如說憤怒鳥等之類的 所以他們跟台灣市的這種 創新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奇異 就在於說 台灣是once for all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嫁接 我們是外來的一個技術的一個 引進來之後 就去買 講白一點 就是購買技術進來進行量產 的一個經濟模式 可是北歐不是 那為什麼他們不是 過去 剛事實上在樓上聊天的時候 阿凱講說 我們台灣就是在幾大帝國資本主義的夾縫之中 我說我其實不是很同意這種說法 為什麼 因為我們應該去看看北歐 北歐這幾年在國際的一個知識思想界 變成一個非常熱的一個研究的topic 比如說 他已經進入一個主流的一個探索當中 比如說經濟學院在2014年 2013年 又出了一個專輯 叫Northern Lights 過了幾年 澳洲的學者 他也不怕說 我就是模仿這個東西 我就是覺得 這個Northern Lights 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一個議題 想到Northern Lights就是極光 極光就讓人家想到北歐 可是這個裡頭 其實有一個雙關語在 就是什麼 覺得說他為人類的發展 指出了一個什麼 方向 那北歐的世界 為什麼北歐的這個模式 現在引起這麼多一個 學術上非常認真的討論呢 是因為他們 成功攻克人類 發展史上的三大難題 一個是什麼 綠色跟成長的衝突 這個在台灣其實非常的尖銳 對不對 比如說偏2.5的議題的人之類 那另一個是 北歐國家的特色是什麼 他們人口數都非常小 比如說以大邁來說 他們人口數才多少 在場有沒有知道 不到六百萬人口 那比如說我們在台灣 在我們探討台灣經濟的時候 常會陷入一個焦慮 什麼焦慮 如果不靠出口的話 我們怎麼辦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國內市場規模 是這麼小 我們已經 這個迷思不斷不斷的出現 變成一個 一個好像是 我們不得不怎麼樣的一個 先決的一個條件 可是北歐他們的一個人口 比如說以大邁來說 國土面積其實也比台灣大不了多少 可是他們成功功課了這個規模上的一個限制 這個待會兒我會有實力 那第三個一個難題是什麼 就是平等跟效率 主流經濟學家 主流經濟學家其實還是沒有辦法 他們還陷在這個爭論當中 因為他們相信說 你如果過度講求平等就會傷害到效率 反之亦然 所以他們覺得這是一個delay 是亦然然的衝突 那北歐他成功的攻克這些三大難題 所以現在成為一個全球知識界的一個探討的一個熱體 那北歐距離我們很遠嗎 地理上來說是 可是這個我們跟北歐的交集其實越來越多 舉例說這個是怎麼樣 新政府上來之後我們要開始能源轉型 然後我們要新政府設定說 多少年之後我們的再生能源發電的比率要達到多少 其中離岸 離岸風電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項目 那這個單能風電 你看這個Dome Energy 這個一座離岸風機都是用中國的流行語叫做 一座風機都要好幾個億啊 是不是 然後台灣一設大概幾十座幾百座跑不掉 所以他們的丹麥的單能風力Dome Energy 就已經來台灣宣布要投資跟 投資一個很大的比例來台灣發展這個離岸風電 所以各位想說 為什麼一個這麼小的國家隔壁又是什麼 德國 為什麼這個看似非常fancy的這個高科技的風機 不是德國在主導 而是丹麥這麼一個小的國家 各位會不會好奇 可是如果說探討 剛剛米充也秀給我們看說 其實他們整個再生的魚的發電 其實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歷經了幾十年 然後為什麼他們可以造就這個成就 其實我們都在看表腔就說 包括最熱門的什麼科技 AI也好 或者是什麼無人機 無人車等等之類 我們都說 我們非常希望台灣趕上去那個列車 否則的話 我們可能會持續處在什麼樣的狀態 那我們在探討這個 比如說離岸發電 台灣政府也非常希望怎麼樣 可以打造一個國家隊 既然我們要花那麼多錢 為什麼我們廠商不能自己來做 他有這樣一個思維 我不是說這個思維是錯 可是我們必須探討 他們的一個發展歷程到底是什麼樣 我相信在場有些朋友可以認出這個符號 這個是什麼 這個場景是 2011年那個日本核災發生之後 發生在德國的抗疫 一個反核的一個場合的照片 有人認得出來嗎 OK 有人 這個叫Smiling Song 微笑的太陽 微笑太陽這個發源地是丹麥 那丹麥在全世界的核電廠都沒有發生核災之前 也就在1971年代 他們就達成整個國家達成反核的共識 你可以說這是一個他們發展再生能源產業非常重要的一個什麼 共識基礎 沒有這個共識其實你很難想像後來發生那個事情 那為什麼在一個全世界還沒有發生核災 就大家都還在爭議說那個反應有安不安全 那當然就有贊成跟反對人出來講 可是這個都是假設 因為事實上還沒有發生 所以他們根據什麼 argument去形成反核的共識呢 有沒有人猜得出來 核廢料的處理 因為即使到現在核廢料的處理還是一個很大難題 台灣就把核廢料丟到哪裡去 丟到最弱勢的地方去 所以丹麥當時他們在決定要不要建立核電廠的時候 他們的一個真實的焦濁點就在核廢料的處理 當時的科技沒辦法處理 而且核廢料儲存你要等那個輻射慢慢摔退 它會曆清非常久的時間 它超越我們這個世代可以決定的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道德倫理上的議題 可是道德倫理上的議題 這個核心價值的堅持 導致了後續的整個產業的發展 而且不只是所謂的離岸風機而已 所以我們必須從丹麥這些例子去看到一個很深層的東西 我會講說創新經濟的頂域到底是什麼 那上次也有朋友問說 那我們台灣到底應該發展什麼產業才能夠去脫離這個低薪的狀態 如果不是那些成長潛力最具有爆發力的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帶領我們去盡力一個所謂 一個光明從所描繪的說 我們可以怎麼樣 我們可以低工時然後高產出 高新的一個狀態 在這裡我作為一個所謂經濟發展學者 我在幾年前做一個台灣養豬跟丹麥養豬產業的比較 我覺得對我來說那是一個啟蒙之作 當時也是米蔥在另外一個場合舉辦的一個論壇 然後我去發表我當時最新的一個研究成果 那我用這樣一個標題說 丹麥豬肉等於是丹麥的驕傲 米蔥非常憂心忡忡的在會前就打電話跟我說 你確定沒問題嗎 會不會引發那個丹麥駐台辦事處的抗議 我說不會 因為他們確實是怎麼樣 他們的豬肉感到驕傲 為什麼 他們是全世界豬肉出口的什麼冠軍 那你說跟台灣很遠嗎 不遠 為什麼 我先跳下去這樣 就是台灣的豬肉出口曾經在國際市場上是什麼 世界第幾你知道嗎 各位 你們都不知道這段歷史嗎 哈群其實是世界第二 僅次於丹麥 所以等於說我們跟丹麥豬 台灣豬 我說豬豬大戰就發生在 全球市場上面 那各位知道說 應該知道說台灣怎麼樣 被打敗 台灣豬被打敗 當然 在做這個研究之前 我也一直覺得說 口提議 1997年台灣發生口提議是一個關鍵 我覺得因為豬肉從此不能出口 可是後來 比如說我當時做研究2013年的時候 某家雜誌還爆發什麼 說台灣的病死豬 因為生病死掉的豬沒有經過正常的銷毀 把反而流落到各位的早餐 你我的早餐上面 做了這樣一個很聳動的一個新聞 而且事實上豬農自己也承認 你去上台灣養豬協會的官網 他們自己也承認說 他們的效率非常低落 管理方式落伍等等之類的 那事實是什麼 就是養豬廢水還持續在污染河川 所以幾年前我跟一群丹麥專家去雲林做好幾個養豬廠的一個田野調查的時候 這個還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現實 最近其實TVBS有報一個台灣廢水污染的一個專輯 我不知道朋友有沒有看過 雲林的七大河川沒有一條是乾淨的 那個污染的程度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那個河川灌溉大牌會經過很多農田 如果這個農田引用那個河川的 就是養豬的廢水來灌溉的話 隔天所有的作物全部死敲敲 是嚴重到這種地步 到今天我想這個情形沒有多大的改善 可是你說那丹麥有沒有遭遇過口蹄疫 如果沒有的話那就是他們比較幸運 可是事實上他們也遭遇過 口蹄疫在台灣好像最近才所謂的拔針 開始可以從那個疫區處理 丹麥也曾經發生口蹄疫 他們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鋪泥了 你如果去了解台灣1997剛爆發口蹄疫的時候 那個豬農本身 因為怎麼樣 因為豬價崩盤 那我的養的豬 假設我這個豬場沒有受到感染 可是沒有受到感染 政府就不補貼了 所以我就要怎麼樣 我要故意去感染 我才能得到補貼 所以你口蹄疫就很難控制 那相對的丹麥 比如說防疫如作戰 其實確實是非常的繁複 這個其實就考驗到政府的治理能力 跟整個社會組織 產業組織的一個機理的問題 所以丹麥也發生過同樣的不幸的事件 可是兩個月之內就撲滅 他們也曾經怎麼樣 沸水因為養豬規模不斷的擴張 沸水也污染到甚至他們的海 而不只是河川而已 可是當他們科學上證明說 過多的這個所謂豬糞肥 會造成水溫環境的污染的時候 在1985年 他們就整個政府跟民間就動起來 開始制定Action Prime 開始去大規模去利用早期發電 雖然時間 他們一開始時間都是更長 都在1970年代 所謂石油危機爆發的那個年代 他們就開始意識到什麼 能源自主的重要性 包括 可是你想能源自主的重要性 然後他們跟台灣是同樣一個結構 高度依賴化石燃料 進口的一個結構之下 他們整個國家可以達成說 建立非核家園 維持非核家園的這樣一個共識 你才有後續的整個再生能源政策的一個推動 所以我當時的體悟就很深說 丹麥這樣一個社會民主體制的經濟意涵 是什麼 他用民主平等的精神去建立 不只是公民組織這個NGO 其實他們很多的營業組織是合作社 各位想到合作社會想到說怎麼樣 就是幾個人啊 然後就是很岌岌可危的經營者 可是不是 你如果想說跨國企業 全世界最大的豬肉出口商 是不是合作社 其實丹麥就是 所以跨國企業或者是說 盈利追求利潤的這個法則 其實跟民主平等是完全怎麼樣 不只互相矛盾衝突 他事實上是卡不在一起 所以我們講到說 共識跟信任很重要 可是如果沒有用民主平等作為基礎的話 那個所謂信任跟共識其實是很脆弱的 就像米松講 他是一個什麼 進步價值的拼裝車 然後搭載著那個剝削的一個引擎 因為你如果沒有民主平等的話 我說比如說在一個營業機構裡頭 沒有這些價值跟原則的話 其實你怎麼去保證那個利潤可以公平分配呢 那假如利潤不公平分配的話 一定會有人不滿 不滿會怎麼樣 他可能就是像我們華人社會最常 就是自己出去怎麼樣 當老闆開業 那這樣就造成什麼 很多的商業機密 很多的技術 沒辦法去生根 因為你從老闆的角度 因為想說 我如果很用力的栽培我的員工 然後我投入很多錢做研發 可是我沒有辦法 確保我這個員工對我會有向心力 對公司會有一個忠誠感的話 我怎麼會做這種事 我不會做這種事 我一定是追求短期利益 所以他有內在的一個組織的 一個民主上的一個理由 這是我們目前很多主流 不管是學界也好 或者是媒體 完全看不到的 台灣的一個所謂因素的一個弱點 可是丹麥呢 他們就透過集體力量 包括合作社 非常重要去克服小規模的一個先天不利的因素 然後又可以去享受什麼 市場經濟的一個效率的優點 然後避免隱瞞資本主義的危害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經濟非常的創新 非常的有競爭力 然後 講到那個稅的問題 因為很多的公共的一個設施跟政策 你們用一個稅率來支持是 是沒辦法維持的 對不對 然後你知道丹麥人他不是很高興的繳稅 而且剛剛米中的用語 我跟你講他們的境界已經突破那個東西 因為我們的研究團隊有一個丹麥人 你知道他怎麼說 這個丹麥人平均所得裡頭有50% 就一半是要繳稅的 你知道他怎麼說嗎 他說那不是我的錢 這沒有什麼心痛不心痛的問題 那個是公共的錢 他們是用這種態度在看待 所以當然政治上 你會看到他們很高的投票率 這個內戰關聯機制我大概會講 所以我們一直在探討 我們想要追求創新經濟 我們國家一直在講說 我們必須進入創新驅動的一個轉型 可是創新的底蘊跟條件到底是什麼 我們其實沒有深刻去探討 我們看到一個什麼 我說就像我們看到一座非常壯麗的冰山 我們想要這座冰山 我們把這個冰山理解是產值 理解是什麼 明星產業 理解是某某的模式 其實我很害怕說以後 政府說要開始進行丹麥模式 如果他們沒有看到這個很深層的藝術的話 那冰山的真實樣態是這樣 對不對 我們常常講冰山一角 所以這個底蘊的因素 是我們目前在主流的思維之下 徹底被忽略的東西 所以我幾年前跟吳榮毅 我們兩個就發展出一個論述出來 我在講說 比如說現在新政府 新舊政府都一樣 他們要的就是拚經濟 講說我們要有競爭力 所以競爭力就是拚你的肝 是不是 然後就用火力發電廠去污染你的肺 然後省下來電給誰用 給台積電用 是不是 我們要這樣一個競爭力跟繁榮 然後我們要很多的產品 我們要很多創造優質的工作 政府是這樣講 可是要看不到 他多少看到科技跟組織創新的必要性 可是呢 他的方式可能就是怎麼樣 人才不夠我們有人才危機怎麼辦 趕快用高薪再去挖國外的 現在最近的玉山學者計畫 他特別強調 這個不是要給 很大部分不是要給國內學者 而是要從國外聘請學者回來 他看不到真正的一個底蘊是核心價值 跟進步規範的一個角色 所以回答說 上次那個朋友問了這個問題 我一直 因為其實我跟你說 我們這幾年就在解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北歐這麼多創新的條件做不到 這句話 technology moves along with regulation 是丹麥專家 present出來的 他們覺得說 為什麼比如說 他們養豬業 或是你說他們離岸風店 這麼的一個蓬勃的發展 可以跟綠色的生態的價值 跟人文平等 couple在一起 他們覺得是什麼 technology moves along with regulation 我們都在講說 政府應該要解除管制 其實不是解除管制 而是聰明的管制 是不是 你要聰明的管制 你要怎麼樣 你要把重要的價值 納進來 比如說土地認同 重要的價值願景 去建立共識 然後化為進步的規範 可是有進步的立法 其實還不夠 你要怎麼樣 確保這個立法可以實現 就是治理能力 你沒有這個四個條件 couple在一起 你很難產生所謂系統性的創新 不可能 所以我們再來看說 北歐的世界驚奇 他成功功課人類發展史上三大難題 這個已經看不到的是綠色成長 我希望說我前面的說明已經部分 解釋了一個部分 我們要再看說 他如何功課這個天生規模小的不利因素 以及什麼平等跟效率的兩難 這個其實沒有辦法Dicapo來處理 所以我試圖這樣來看 怎麼去處理說 國家人口小的這個問題 市場規模過小 不利於競爭的這樣一個因素呢 他首先必須說 我雖然人口少 可是我每一個主成分子都非常具有什麼 獨特性 而且這個獨特性 它不是孤立的存在 它本身有一個 他們有非常 我所謂有意義的連結跟碰撞 我為什麼強調 在這邊特別強調有意義 因為 我跟明聰前幾天遇到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是我們幾個月前有遇到 結果他一直跟我們要LINE 各位也常做這件事嘛 對不對 不意外 可是有趣的是 他說你趕快把你的LINE交出來 我們不是一直強調要連結嗎 是 可是你記得說 我們幾個月前那次碰面就交換過連結嗎 交換過LINE的帳號嗎 各位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有意義的連結跟碰撞 像我今天我嘗試對上回那個朋友的問題 他就是碰撞到我 所以我今天來回答這個問題 那你要產生有意義的連結跟碰撞 我跟你講 平等跟合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是 不可或缺的 那同時你說 那我們對公共政策應該 對政府的角色有什麼期待 各位其實非常重要 一定要善用公共政策 善用公共政策理由是什麼 因為是生命共同體 我舉我昨天跟我家人的一個對話 我說啊 我們台灣人 比如說上班族 繳個平均 你說 薪水 總等大概二十到十幾%的稅金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繳得不甘不悅 因為想辦法要能不能再少一點 然後我的家人就回答說 對啊 因為我們不信任這個政府啊 各位有沒有察覺到這裡頭 有個與病的存在 政府應該是誰的 這剛剛阿凱也吐槽我 獨立建國不是他們的任務而已 是大家的任務 所以生命共同體 善用公共政策其實很重要 政府不是一個獨立於我的一個課題存在 它是我們的一部分 所以你說獨特性 獨特性是什麼 我先不說的話 它至少不是什麼 它不是me too啊 對不對 那台灣我們說為什麼 所謂的快老二的一個產業模式 就是大家都在追求me too 可是你要怎麼樣 回到我剛剛講說 讓這個生命共同體的每一個人 都具有獨特性 然後可以去產生有意義的連結跟碰撞 我跟你講 從小到大的教育非常重要 因為從小到大的教育 就是塑造了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們對於自己的自我認同 乃至於跟群體跟政府 跟政府國家的一個關係 所以從小到大的一個教育 像阿凱他們非常努力在推 所謂高中哲學教育 就是希望可以突破這一塊 以人為本位 我上次講說 人是目的 而不是工具跟手段 你知道在場的一個朋友 他非常有few的 用一個很強烈的question mark 重複了這句話 為什麼 因為他不相信 他覺得這個是什麼 他覺得那個是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都 接受這種宣傳教育 對不對 他不相信 因為在台灣這個體制當中 我們從來沒有搞清楚過 什麼叫做是目的 什麼是工具跟手段 可是至少在教育上面 我們會知道說 他絕對不是為了升學跟功力 在社會民主體制當中 他是鼓勵每一個人去發掘 天賦跟熱情 Again 這不是一句空話 他們有非常多的一個教育 現場的一個設計跟理念在實踐 然後尊重個體的差異性 所以才打造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 有一個獨特性 然後去產生碰撞 非常多的一個創新出來 真正的創新 不是你今天想像的到 如果明日的創新 是你今天想像的到 他還叫創新嗎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創新者 你要去掌握什麼 勞動主權 那我上次也講過說 他的一個基本 一個哲學的觀念是 每一個人都是主權的主體 主權的個體 那什麼叫做主權的主體 就是行為遵照自由 意志不受外在的壓迫 剛剛那個女主持人說 她每天在會計事務所工作 然後遭到很多的壓迫 對不對 可是你看喔 表面上她雖然怎麼樣 沉浮 就是表面上乖 乖乖的去工作 可是事實上 她用一個非常迂迴的方式 再怎麼樣 再強調說 她是有自由意志 所以她今天來這個場 所以我套軍 我今天在一個朋友 林秀信的臉書上看到 她正在美國為台灣的主權奮鬥 她說主權應該落回個人的生命實踐 我覺得這句話說得很好 所以特別 沒有徵求她同意的情況之下 就給她贏了 可是這個主權 不是只有政治主權 絕對不是只有政治主權 它還有什麼 經濟的主權 所謂經濟 比如說經濟 對每一個個體來說 比如說你的工作 就是你的經濟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掌握這個什麼 那我給你回應 就是在三英法 在那個警察打理的時候 那個顧慮是要說 每一個棒子 都 每一個棒子都 要必須得虧下去 因為它是國家的機器 但是 法律人的努力是 跟整個公民社會的努力是 讓那個棒子打下去的時候 離開一次 沒錯 那我的工作 我是幾年前在四大 我現在又在一個皮衣房 那當然 我的生活跟我理想 差得非常遠 可是我常常覺得 這個主權 露回個人生命的實踐 你是一根針 先縫自己 再縫回工作 先縫自己 再縫回朋友 然後 你一針一針回針的縫 那是 小時候家政客學的 最緊密的縫法 在那個 棍子落下的一寸 跟人民之間 有一個洞 有一個縫 然後 我們國家也是 像老師說的是 平裝車 可是 大家都願意去縫 國家就縫起來 國旗就縫起來 好 非常謝謝你的分享 我覺得很動人 怎麼說 因為台灣 每一個人在台灣 這個教育體制下 都是支離破碎的 你的主體都是支離破碎的 所以你要開始學會 去縫回自己 縫回自己 跟社會的關係 所以 它必須是一個什麼 個人的生命實踐 這個主權 包括你的工作 你要去想 它是不是我的自我實現的一部分 像剛剛那位朋友講的 他希望每天 叫好起床的不是鬧鐘的 是什麼 夢想 是不是 那 所以我怎麼去定義勞動主權 我覺得每一個人 都要去緊握這個勞動主權 就是 它應該是自我實現 就是 你的工作 是能夠讓你去發揮 你的天賦跟熱情 第二個條件很重要 雖然看似跟自己沒有關係 就是說你在工作場域當中 你會發現說 一定有分工 然後有所謂的職位 職稱 的不同 甚至大域的差異 可是那個很重要的是 人人彼此平等對待 的那個精神原則的弱勢 這大概我會講回來 所以有人講說 你只強調勞動主權 你叫我 那可是萬一我不喜歡我的工作 那我是應該去離開 好像聽我這樣一個路數 他應該要離開 對不對 但他不應該去忍受一個剝削的一個工作環境 那離開之後 當然就是去尋找 那有人就說 那我們對公共政策 對政府的期待是什麼 或是說 你剛剛講的那個所謂人本教育 然後去鼓勵多元的一個發展 那比如說我很喜歡美啊 我喜歡美術藝術啊 那我就往那方面去發展 可是到職場我發現怎麼樣 我非常的不利 最低薪的最最弱勢邊緣的那個角色 都是我在承擔 然後怎麼辦 我又被整個所謂經濟那個消費主義壓垮了 我必須繳房貸 我必須繳車貸 我至少我必須有一個生活的一個尊嚴 所以你就離不開那個工作崗位 會不會很多在場的朋友 有這樣的一個感受或處境 我想多少會有 所以我們必須從勞動主權去提到什麼 勞動主權只是說 你個人的一個主體意識 經濟工作是你的一個 自我實現的一部分的一個覺醒 可是你等到在進入職場之後 要不要有平等 你說在教育的場域 教育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很好 包括大學都應該怎麼樣 免學費 所謂免學費不是真的不用錢 而是怎麼樣 他透過國家政府去支出 然後讓每一個想要學習的人 他可以去學習 確實如此 這也是北歐、丹麥他們的一個 經濟競爭力的一個基礎 所以他們就是從勞動主權到什麼 工作的父權 work and empowerment 要怎麼樣可以讓我掛power 讓每一個工作者可以去掛power 這不是一個空話 他們有非常細膩的所謂 積極勞動市場跟福利政策的一個配合 比如說為女性 提高婦女勞動參與率很重要 就是他們走入那個什麼 其實在今天的一個薪水結構 也很難不是雙薪家庭 很難不是雙薪家庭 可是婦女他要承擔很多 額外的一個社會角色 比如說生育 比如說照顧老人 然後他在職場裡頭 還會受到的身权跟待遇的都不平等 其實他們非常努力的去怎樣 去改善這個問題 為女性上班族 導造友善跟公平的工作條件 那這個更不是一句空話 所以他必須去建立整個什麼樣 相關的一個法律 比如說你一旦懷孕 然後怎麼樣 然後你生小孩 你的男性伴供應該怎麼樣 然後所謂的託育的一個體質 服務的提供一定要啊 長照也是要的 你如果沒有這些條件 你講這個為女性上班族 打造友善跟公平的工作條件 其實就是在說假的 然後為弱勢跟青年 打造多元的職業訓練的管道 提供個人化的職業的顧問 這個就是很現實 我們剛剛講說 很多人對自己目前的工作不滿意 所以他不滿意 其實就整體來說 他一定是處在一個低校男的狀態當中 那這個即使你說賣肝爆肝也好 都沒有辦法長久跟有序 所以他們想要換一個工作環境 可以嗎 這個社會支持嗎 如果不支持的話 OK 你就會叫我去跳籃 對不對 所以你去思考到這個工作父權 相關的勞動市場的一個政策 跟福利體制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包括現在很流行的部分公使 跟所謂的派遣 他們也盡量讓他們的工作條件 趨同於什麼 權職者 那這個很實際啊 包括特休獎金 年金職業訓練的一個機會跟資源 都是平等 所以他們是怎麼樣 透過這些不管是勞動主權 還是工作父權的這些措施跟基本的觀念 去打造一個怎麼樣 cost learning 不斷學習力的一個 不是個體 不是個別工作者 而是整個勞動力量 都是處在這種不斷學習的一個狀態當中 因為他們發現說在全球化 然後一個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變動速度非常快 所以你的知識必須不斷的update 必須不斷的深化 所以cost learning 是相關領域的學者指出說 全球化勝出的一個關鍵 在這個面向上面 就是你的勞動力 有沒有這個cost learning的一個能力 跟狀態跟機制 那你想各位想說 哇整個這麼好的一個國度啊 產生那麼多 所謂有意義的連結跟碰撞 然後這麼的平等跟 可以彼此真誠的合作 然後產生許多的創新 各位 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他是透過什麼 政治集結組織 政治動員跟鬥爭而來的 所以 打造台灣社會民主國 他不是一個 今天我們在嘴巴上面 講講的一個事情 也不是那些基本觀念的理清而已 當然那是很重要 很重要還在於說你的實踐 跟運動 所以我今天暫時 來到一個結語 我希望留給更多時間 各位朋友可以 可以有意義的連結跟互動 碰撞回來 創新的底蘊它是什麼 其實政治民主 是沒有辦法跟經濟民主 跟社會民主 徹底切割的 政治民主不是一個 投票箱的民主而已 包括你日常 現在最夯的就是 這是我的日常 你的日常裡頭 充滿了很多參與公共事務 我剛剛有朋友 他希望台灣的一個願景 是大家對公共事務很關心 是的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做基礎的話 你如果沒有把所謂政府 那個是他們的政府 是他們那群人的觀念 把它改變為說 這是我有一部分 不是生命共同體的一部分的話 其實政治民主 是沒有辦法增加世界 那只是一個投票箱的民主 那你需要說 經濟很重要 經濟沒有民主 其實你就看到美國的現狀 選出一個川普總統 為什麼 你想 對啊 你在政治上人人平等 對不對 漂漂等值啊 為什麼在經濟上 我出生 跟那些含金湯匙的 差距就這麼大 我想念個大學 我就背個學彈 你說還20年還不完 那你還沒有這樣一個 經濟民主 你談什麼政治民主 你的政治民主就是空洞 而且是充滿荒謬的 那這些都需要什麼 社會民主的一個保障 你必須有一個好的公共的福利 社會福利體系來支持 你才有辦法去落實那個什麼 自我實現 你才有辦法去找出 去發揮你的創造力 然後成為這個 所謂創新經濟的一環 好 我先分享到這裡 謝謝 謝謝齊珍 他總是給 又比兩個月之前 那個 又往前推進了一步 我想說 我們接下來 等一下我們再問一下 他如何做出那個有意義的碰撞 然後現在我要怎麼集結 他剛剛提出來的說法 其實也要大家共同要去思考 他的做法將會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可能有一些想法 但是我們可能接下去談做法 那比如我們看到這個政治民主 經濟民主跟社會民主 它其實也是帶著一個 我們對於民主化的想像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在現在目前現實的社會裡面 我們雖然在外面 在政治的領域實際上是民主 可是我們平常呢 在工作的場域裡面 其實他是屬於這種威權的 是老闆的 員工的 是上下之間 其實我們也是有時候是 活在一個分裂的狀態 就是工作歸工作 然後再投票歸工作 其實這樣那個民主化的真正的實踐 沒有進入到勞動領域裡面 這也是一個我們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然後所以說 我們怎麼把那個民主推進到一個想像 因為那個剛剛在談的這些問題 也是從民主化的推進的過程 要達到一個公平正義 或者分配正義的那個目的 所以它中間是有一個進程的 那最後呢 你可以發現 我們裡面帶有一個對於人的想像 人應該怎麼樣的過生活 也包含了 我們應該活在怎麼樣的 去想像一個 我們應該要什麼樣的想像的共同體 一個政治的共同體 我們要怎麼樣共同生活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 我們在他們在今天談到創新經濟 以及所謂的台灣社會民主國這樣的部分裡面 其實它有一個 我發現說它有一個很重要的 那個內在的動力 可以幫助我們往那個地方繼續去推進 所以也非常謝謝他們今天的分享 那雖然我們現在已經九點半 但是沒關係我們還有一點那個 咖啡館給我們鑰匙 所以我們可以到明天早上五點 這個沒有關係 然後今天也是 所以大家如果說九點半 覺得說要回去趕 趕車的話 你可以慢慢離開 那我們也繼續留在這裡討論 然後看 我們先開放三個問題 好不好 然後可以直接 很尖銳的問他們 趁他們在的時候 趕快好好的問 我們要問一下 Pieter 你要問一下 好 可以的齁 好 那你就第一個齁 然後那個 你 然後你 是 好 來先給我們那個前輩 吻翁那沒關係 你 說一下 吻翁你是 但是我們那個 赤獎案的黃文雄先生 他在這邊 他也是 之前他就是念社會學的 然後也是很多社會民主的概念 抵抗這個威權政府 所以呢 他才會好不容易 快要可能要 拿到社會學博士的時候 去那個 刺殺獎金過 所以我們 先熱烈的掌聲歡迎他來 我們來 給你配賓一下 來來來 這我們前輩都是非常低調的 就是默默坐在後面 看你們年輕人在好爛什麼 好 來來來 好 來來來 吻翁姐 大家可以吻翁姐 有 來 跟大家比我可能 賺一點便宜 因為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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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來講 還是我拿來拿 好 曾經 兩位獎主的簽證 給我 跟另外一個朋友 英文講說 Personal Briefing 我高興到 今天晚上更多的人 能夠分享這些觀點跟事實 很抱歉 有 我年紀大了 我八十歲了 有 有 這個某種程度的 失智症 就是不是艾滋海默 謝謝老天 但是 叫做 血管型的失智症 那 就是這樣子 腦中 有時候會供養不足 所以我說 腦袋會露空 我請大家原諒 啊 是不是這樣 我不 因為剩下的時間不多 啊 所以 我不想 我腦這樣 這樣的話浪費 大家的時間 是不是 啊 其他人可以問好不好 好 然後 讓我到樓上去 抽幾個麵 然後我 我再回來跟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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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去上面吃一支粉 然後吃完完 你跟他分享 我們的前輩很客氣 就是說 有時候在街頭上面 走在路上都會看到他 叫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你們可以想 其實他們都很有想法 我們只是跟著做而已 等一下 等他抽完已經下來的時候 你們去包圍他 去問他一些問題 所以他可能是 這是 上一輩的人 他是總是 是比較謙遜的 就是 而且他們也是組織者 所以更會低調一點 我們剛剛有幾位 來 對 那好像現在發言都要先講一下自己是什麼症狀 那我 那我就是 就是我公開這樣講 我比較緊張 所以大家就包含一下 那就是說 我覺得呢 就是說 剛才一開始提到說 什麼樣的生活 大家才會是覺得是 自己最舒服的時候 那其實我是覺得 每個人都是永遠的小孩子 那其實就是 希望自己的善良 自己的認真 然後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能力 可以被聽見 可以被看見 可以被認同 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這是 應該是大家最希望的一個 生活的狀況 那但是為什麼大家在 可能在工作職場 都會一直遭受挫折 那覺得自己沒有被肯定 沒有獲得應有的報側這樣子 那我也是覺得說 按照這個所謂的市場機制 那市場機制就是對這個全世界 所有的物資 或的服務 或大家提出的工作這樣 能有最好的一個定價 它可以吹頂出一個最好的定價 是為什麼大家的薪資 大家一直會覺得不滿意這樣 為什麼覺得沒有被 吹頂到一個很好的定價這樣 好 那也是一個我的問題 那但是我也是覺得說 其實現在大家的薪資 或者報側 其實就是資本家決定的 那資本家 它是少數人的資本家 是他們決定的 那剛才有提到就是 勞動主權有兩個要項這樣子 那我也是覺得說 這個資本家 它就是要剝削你的 它根本不會去支持你的勞動主權 因為你 所謂的勞動主權就是最好 就是能希望 也是 我覺得它就是 能發揮自己的天分 然後能獲得應有的報側 這是它的 我也覺得類似要的那個概念 問題是說資本家 它是少數人 它如果符合你這個要項以後 它就剝削不到你 它怎麼去集中它的這個財富 這樣 那有 那剛才就是 就是會因為這個 吳老師有講到說 假設說這個資本家是少數人 那在底層的勞工是多數人 那其實勞工呢 它可以有投票權 它可以控制整個社會國家的這個政治 那這個政治是高於資本家 那希望是透過一般民眾 然後有這個民主 然後拿到政治主權 然後去設置一些公共政策 去要求這些資本家 那也許這是一個方法 那我想說有沒有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說 有什麼方法是我們這個勞動者 可以自己成立某種經濟體 然後呢 這個對於每一個人的付出的定價 不是由少數的資本家去指定 而是說我們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這個每一個人的付出跟認真 它的定價不是經由少數人這樣子 謝謝 我們先聽完幾個問題 我可以先回答這個問題嗎 因為我迫不及待 好 你只有三分鐘 我覺得這朋友講得非常非常的精闢 因為你就講到重點 所以 資本家他掌握你的勞動條件 那你身為勞動者 你怎麼樣去反制資本家 當然就是透過政府的一個強力的介入 這個在北歐的歷史進程也是如此 所以為什麼我跟大家講說 一定要集結要組織要政治動員跟抗爭 因為沒有這個所謂這些社會福利體系 這個所謂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那些支持性的公共服務體系 它不會自動掉下來 這是經過抗爭的一個結果 好我先簡單 那你說的那個有沒有另類的形式 當然有啊 生產合作社 所以我是勸大家就離開那種非常波小的一個去 嘗試去抹滅你的一個主權主體的那種工作環境 你就應該勇敢去組織 我覺得其實現在台灣一個很棒的地方是 其實充滿很多這樣一個小型的實驗的盈利組織 合作社也好或是社會企業 其實應該勇敢的去加入他們 謝謝 好 來剛剛還有 那老師剛剛講的 兩位老師講的目標我都非常認同 那只是說那 因為就是目前我們在目前的經濟體制裡面 就是那個腳到底踩得多深 我們怎麼拿出來這件事是 就我一直比較好奇的 也就是說 那我們就是 擁標嘛 那我們的戰略是怎麼走 然後特別是 老師有講到說 我們也很怕走丹麥模式 那前面有一位老師講到的台灣因素 那在這邊會是什麼呢 那比如說 老師剛剛有講到像是教育 或是大學免許費 或者是說勞動主權的提升 然後包括說就是可能關係到 基本工資這一塊 然後最後好像還有另外一個 不好意思 最後一個有點忘了 那只是說在目前的狀況下 比如說我們做這些調整 那可能會有怎樣的情境發展 然後我們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或者說像政治上 大家要達成一個共識 但是像台灣其實 右派思維的人還是蠻多的 那像我自己一個比較膽怯的憂鬱可能是 那是不是我們在走這條路上中間 轉型的過程中 然後那其實就 比如說單純的經濟的下滑 而讓中間路線的片米 那民主是很脆弱的 那我們是不是馬上又走了 更深的一個回頭路 那這些就是 就是 就目前台灣的現狀 那這會不會是台灣因素的部分 然後 就是有點好奇兩位老師的看法 還是這樣 老師您好 我想請教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其實您有提到一個是所謂的台灣族 跟單賣族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您那時候有總結一下 就是變成說一個社會民族體制的經濟 那他會可以 他 我想請教 不好意思 我想知道就是說 您所謂的所謂 社會民族體制的經濟的這種東西 跟他所謂 單賣族 可以變成一個單賣的 這個之間的 關聯性到底是怎麼 可不可以再請老師您論述一下 那第二個我是想請教一下 因為單賣其實 我不確定我後面有沒有相關的數據可以佐證 不過單賣本身他在跟台灣養豬 我相信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是在於說 他本身有產很多所謂這些 豬或牛的飼料來源 那台灣其實事實上 我們除了米以外 我們其他的大宗國物的量子自給率 基本上都是低於1的 等於說我們在養豬的時候 其實以現在 不是像以前這樣給他吃 不能是給他吃這些飼料來講的話 我們是要是被外國掌控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本身是我們在發展上的一個劣勢 那 另外一個應該說另外一個問題是 這樣子就是說 那台灣每次像風災過後 然後菜價就開始飆漲 然後就民眾就開始說 政府要去找菜蟲 他也不管說 像之前胡蘿蔔的價格漲上來 他究竟是因為這個 整個供銷體系中間 是不是有人得 從中或許暴力 或者是說他真的是因為 其他生鮮蔬菜沒有以後 他是一個太替代的豬物 所以導致價格飆漲 大家都說要去抓菜蟲 那現在也是一樣 那個端午節說要 端午節是什麼 節要到了 然後就中秋節要到了吧 然後就說豬肉飆漲 然後現在就是民間又一直說 政府怎麼可以放任豬肉飆漲 像這樣子 那這個本身會不會是 變成說 在分配公民上 我們當然是希望大家都買得起 健康的食物 可是如果說 當每次 當價格在往上升的時候 那人民又希望政府去打壓這些 就是食品的價格的時候 是不是 本身會造成一個農業在發展的阻礙 也就是說 我不管今天怎麼做 我 我種出來的東西 我養出來的豬 它就好像變成一定要是一個 建價的 那這會不會造成 沒人去投入農業 那所以我想就是 請問老師您對於這些 不管是風災過後還是像這種 價格飆漲以後 民眾就會要求國家去介入去控制價格 這個部分 您的看法如何 謝謝 不過你剛剛那個問題 其實就好像不是高價 就變成建價 其實它應該有公平的價格 不過合理的價格 應該還有一個可以 往這個方向去思考的 因為你的問題剛好會變成是 不是這樣就會變成建價 那個預設有點可以再討論 我們還有一位朋友 來 剛剛還有一位舉手的朋友 是你嗎 不是 我們有 老師 這個 你從這麼遠的地方過來 我剛剛有跟大家講過 從這麼遠的地方 你趕快給他們兩位指教一下 好 那個 可能剛剛比較晚進來的朋友們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是在政大經濟系服務 所以說 那剛好就是跟啟真跟那個 那個 秉聰其實我們過去都有一些討論 那 他們今天談的議題的話 基本上就是某個程度上面是說 未來的我們的一個 在克服所謂的 剛剛就是啟真也提到說 所謂的資本主義這個霸權 跟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所謂的 野蠻的這樣資本主義的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解放 那我這邊先 我就說 那個 我有多少時間 我可以講到明天早上五點 還是問他們問題 問他們問題好了 我先呼應一下 然後再 就是說談一下 就是剛剛他們談的東西 就是說 其實 各位如果花一點心思去看一下 我們 就是說人類的歷史上面的 所謂的各式各樣的制度 其實都不外乎就是兩個 兩個所謂的我們說主要的東西 或是說主要的概念 在一直在所謂的爭奪他們的地盤 那哪兩個呢 第一個我們講說是所謂的誘因的問題 我們制度的話希望說能夠營造這樣一個氣氛 就是說讓你努力的話 那你有辦法透過你這樣努力去得到你的收穫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同時我們也知道說其實未來是不確定的 所以說一旦你碰到這個不確定 我們會希望說你有個機制 然後讓你可以再 這不確定 這不確定當然有很多個因素 比如說 我們講從經濟的不確定 你可能會發現說 我的車子如果被偷了 那這樣的話我是不是可以先保個險 那我保個險的話 就是不管這個狀況有沒有發生 我最起碼就是說 我的那個財富的損失不會很多類似這樣這樣 所以說我們講說制度的設計其實一直都在 我們人類的歷史上面的制度設計 一直都在這兩個中間去做擺盪 一個是所謂的保險 有時候可能某一段時間的話 保險會多一點 那有時候呢 某一段時間的話 可能誘因的這個部分會多一點 那從剛剛米聰提到的 就是所謂的計劃經濟 那它的背後一個概念就是說 其實每個人都是所謂的各 我們說各進所能各取所需 這樣的一個概念 比如說過去在改革開放之前的 中國大陸就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說台灣的話呢 就是說當然也沒有到 所謂的非常極端的資本主義 那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呢我們也看到說 就是說在這樣一個架構底下的話 其實往往就會隱含了一些 剝削的成分在裡面 比如剛剛有朋友提到說 你今天如果是拿人家的薪水的話 那很明顯的就是說 比如說這樣一個經濟的主控權 其實在你的老闆的手上 所以說你大概很多時候 沒有辦法在這樣一個架構底下去 掙脫開來 所以說這個部分 當然有很多的面向需要去做討論 比如說教育的部分 那或者說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最近也蠻關切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 剛剛提到的說 從社會民主的 社會民主的這樣一個角度切入的話 那其實最近這幾年的話 我們一直在談的所謂的社會企業 或者剛剛提到的co-op 就是說合作社的部分 很有可能是一個 未來我們可以去努力的一個方向 因為在這裡面的話 就基本上每一個人都是所謂的老闆 那同時每一個人也都是所謂的員工 所以說你們 不能說你們 我們其實在這樣一個環境底下的話 每一個人就 就所謂的權利跟義務上是對等的 那當然這邊就牽涉另外一個問題 那這樣尺寸要多大 那所謂的尺寸的意思 比如說我們講 中國大陸他過去 就是說其實在人民公社 大家在歷史教科書上都念過了 就是說他之所以會失敗的原因是因為說 他的這個所謂的尺寸太大了 因為呢就是說彼此你們 就是說如果互相的去監督彼此 然後就權利又是對等的情況之下 總是會有一些人會偷懶 所以說你的這樣一個尺寸如果太大的話 那個所謂的遷入的機制 就會變得非常的薄弱 那所以呢他的失敗在於說 他的薄弱的情況之下 他又不允許就是說不滿的人可以退出 這個部分討論教育就是我剛剛講說 可以討論到明天的早上五點 所以呢這邊我要呼應的就是說 我們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的話 其實是可以透過新的科技來幫我們做一些事情 就是說比如說最近我們有說很紅的那個 所謂的人工智慧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政大最近有一個倡議 就是說我們開始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希望能夠把 剛剛可能各位在提到這些東西 所謂的公共政策的論壇 我們希望能夠把它跟所謂的大數據 跟那個人工智慧去做結合 那這邊就有很多想像的空間 那我就留一點伏筆 如果各位有興趣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聊 好不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那我們就先讓明聰來先回答 我一樣回顧第一位 剛剛其實其實有講之說 你必須要找一個另外的不同的經濟形式 對不對 那就好像 其實我很多學生他後來就不到台積電 呃 要嘛 就一開始不進去 他知道到台積電裡面去 他過的日子是什麼 他當然也知道大概五年以後 他就可以動房子 但是這個五年的生活 他的方式 這是用價值的選擇 所以剛剛講的是說 誘因有很多種 一種是物質的誘因嘛 有些人的誘因永遠是物質 永遠是房子 或者他的誘因永遠是 他爸爸媽媽的誘因 希望他做什麼做什麼 那這是一個 就是他會選擇不同的工作場域 那我覺得一個開放的社會跟政府 他必須做一些infrastructure 比如說你小型 像 剛剛你講的合作社 剛剛我也指出來是說 當時那個 風車騎士 如果他們沒有infrastructure 他那個小型的風車可能不可能做起來 因為他沒有辦法滿足 所謂的現在 家營還有經濟的誘因嘛 所以現在台灣常常講說 你沒有自償率 最近有沒有在談公共建設嘛 其實有很多 公民團體也跟人家那邊起哄 說你的自償率是多少 基礎建設其實某個角度 你要看他的social impact 看他最大的social interest 就是說共同的社會利益 可是他反過頭來 他也學習資本家來講 你的自償率多少 自償率如果沒有的話 那是不是就不要幹 也就是說從我家蓋你一家 到你家的鐵路的話 到你家的鐵路 我們就先計算一下 是不是能夠自償 自償的意思就是說 你能不能自負盈虧嘛 那這不就是 就是傳統在現在我們商品化 在大學商品化的一個概念嘛 所以其實 這種東西對台灣 主流經濟的這種 我不要講主流經濟 或者資本經濟 對台灣的整個 從骨頭裡面的那種滲透 是我們不可想像的 就黑到白到都滲透進去 我簡單這樣講 就是說 那另外一個我剛剛沒有提到很快的 就是有一張投影片 其實有一個組合主義 就是在丹麥或者在北歐裡面 它很強調 資本家跟政府公會 三方的參與 那這個你可以想像 不可想像 基本上 當然在目前台灣的情況之下 你很容易把資本家 當作你敵對的對象 不可能有一個platform 所以你寧願奮鬥 爭取你的利益到底 你也不管這個產業 我現在講比較極端一點 因為你沒有信賴感 你覺得這時候讓步了以後 沒有一個資本家是可以相信 可是社會民主基本上 在這個地方 它是跟社會主義這個階級鬥爭 是不一樣的概念 他們有一個platform 政府在裡面當然辦 很重要一個角色 還有公會本身的強大也有 你公會太弱的話 你怎麼去跟人家三方參與 人家就不要把你參與 去幫你聯繫 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裡面 有些條件 是可能需要我們 長期建立起來 還有包括你的組織很重要 剛剛其實講 有意義的連結很重要 這個連結本身是透過 你共同的共識 然後去行程 不管是公會也好 或者是讓責務不斷的壯大也好 七年以後還有十四年 還有這個也很重要 他今天好像要考慮 責務是不是要轉型升級這樣子 另外如何做 這個問題都很大 另外是第三個 我一起回答 就是說 一個當然我剛才已經講 就是通過公民團體 一個是我們常常問 其實丹麥的豬 也不能解決台灣豬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說 你最後還是要面對PM2.5的問題 你自己實化工業的問題 所以我們最後 真正那個在地化很重要 就好像那個連丹麥的餐廳 它跑到東京的時候 它也要用在地的食產 所以我們得到 所有這些抽象的概念了以後 你有一個大概的共識 然後你事實上擺脫了一些迷思以後 最後落實下來 除了去組織以外 你還要具體面對我們自己的問題 豐能 我再回到豐能 他們去面對的不是德國的問題 是他們自己每個小鄉村 它就運用了問題 我舉一個例子 事實上最近我參與科技部的一個計畫 我們想辦法 我們support了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本身它處理的就是說 能不能用農村那個農村的廢物 廢棄物用生殖能去發電 我們支持他的計畫 這個是在國家提示裡面 我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 它去真正實踐解決一個問題 而且它去跟community合作 所有這些的垃圾事實上 就不需要在外流 所有這些生殖能的垃圾 就在這邊 而且可以產生電 就是自給自主 這個是很重要的實踐 很可惜它就被幹掉 被AI幹掉 因為我們要做AI 所以這裡面有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如果不優先去面對自己的問題的話 再怎麼樣明星的產業進來 再明星再fancy 不管是大數據AI的話 進來 那個只是disaster 就是變成災難 因為你連你daily life的東西 都沒有辦法正去面對了 你怎麼去面對那個 從美國產生的 或是從歐洲產生的 什麼工業4.0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 就是說也許是從身邊的 真正的開始的問題 那你就因為每個人的場域不一樣 所以你去連結兩三個人 去共同處理那個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那這個練習本身那個連結會越來越大 也許就是哲午未來可以舉辦 就是回去真的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聽了哲午 用這個概念去回去做習體 homework 做小research 那回來以後交換 那互相增強功力 就說你這個東西我教你一下 這個東西可以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許是另外一種連結 實踐的連結 比如有人在工會 對不對 我們工會的本身 那Myself也要改變 就是說每一個NGO要踏出去 最後另外很重要的是 我這裡也強調 政治人物是不太需要期待 不可期待 他就是這個社會產生了產物 小英就是這個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腦袋裡面想出來的 我們選出來當總統 百分之五十幾至少 所以你對政治人物 你要去希望有一個進步的推力 你本身就是原木求魚 我不是說對他就不需要監督跟透明 不是這個意思 我說真正的進步 事實上是從你周圍去連結你的共同的 這個核心價值一樣的出來 那NGO本身其實我會呼籲去擴展 你原來的核心價值 工會呢 他事實上也去看一些其他的價值 那環保團體他也去看一些價值 所以我才會 剛剛會強調318很重要 是我們不同的NGO的團體 共同為一件事情 在那邊撐了二十幾天 那很可惜之後 因為選舉的選舉的人 就去做的人 做怎麼樣的人 那你就看不到 我們每次看到 就是看到三個人 走在螢光幕前 對不對 那我覺得很可惜 那個platform應該去建連 那個platform要面對 要討論的問題 就是公共政策 就是我們具體的問題 那我想台灣具體的問題 很多很具體 我是覺得 我這裡就不再 就是 我想不再 就把時間交給你們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先回答 我稱為那個夢想鬧中的先生的問題 他說 豬豬大戰 就是丹麥豬跟 丹麥豬到底怎麼去勝出 今天在全世界豬肉出口市場 沒有人是他的對手 那當然是透過優質化 很多人講 你剛剛那個問題說 農產品價格上漲 台灣政府就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這個跟低薪策略是相抵觸的 因為你可以維持低薪的一個前提條件 是物價很便宜 你物價一旦不便宜就會發生 之前幾年發生在中東的那個什麼 茉莉花革命 因為你的薪水沒辦法讓你吃飽肚子 所以你就會造反 這個道理非常簡單 所以每次 但是 農產品價格一上漲 政府就非常非常緊張 包括最近的一例一休 對不對 然後就有兩家什麼 素食業者 就說要漲價 結果被 竟然被約談到什麼 行政院裡面 這個在自由市場經濟當中 是很難想像的一件事情 可是話說回來 為什麼政府會這麼緊張 就是跟低薪策略是 所以低薪不是只有資本家的陰謀而已 這還不知道政府 因為政府的這些人 政治家他們認為台灣的命脈 是取決於這個低薪策略 那你說那到底丹麥為什麼可以勝出 以養豬來說 他們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生產組織是 生產的作社 比如說 我去做 天野調查幾個雲林的養豬業者 其實有些養豬業者是非常傑出的 傑出到讓丹麥專家 再不絕口 他用了非常多的想法 科技去克服先天條件的不利 養豬燃豬非常棒 可是問題是出在這裡 台灣的產業的問題也是在這裡 他總是單打獨鬥 為什麼他這麼好的一個養豬的技術 跟處理廢水的一個高標準 沒有辦法擴散為整個國家的標準 為什麼 這個就是台灣因素的一個要害 這個道理留給各位去想 如果要講清楚 阿凱必須再邀請我來講第三次 自己要來講 所以農產品其實現在我為什麼鼓勵很多 現在有很多青年下鄉 或者是至少去建構 為好的農民建構一個銷售的平台 我非常鼓勵這件事情 因為我那個時代學經濟學的教科書 告訴我們說 稻米是一個什麼樣 完全競爭市場 它是沒有區隔的沒有差異的 這個是最糟糕的一個什麼 對於市場的想像 對於產業的想像 對不對 你如果去吃到日本米 或是台灣好的 種出來的很棒的米 你會發現說 這怎麼跟我日常吃的米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可是不一樣的背後有非常多的科技 有非常多的勞動跟技術的一個 投入在裡面 你要不要給他講賞 這就是信實老師剛剛講的誘因的問題 所以包括米蔥常去我家附近找我吃豆花 他其實不是來找我 他是為了吃我家附近的豆花 那個豆花以豆漿來說 大概是市價的四到五倍左右 可是他非常強調他的差異化 他非常強調他的對土地的認同 所以他告訴你說這一杯豆漿 他是用高雄九號的那個黃豆做的 還是花蓮多少號 反正這些不同的黃豆在 雖然在台灣生產也有不同的品種 他告訴你他希望你去品嘗出其中的差異 那為這個差異願意去付出更多的錢 因為這背後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謂用心在裡面 所以差異化當然是台灣經濟必須走的一條路 這個無庸置疑 那這個差異化不只在農產品 其實manufacturing製造業也如此 服務業其實也一樣 這個是不用講 這個才是真的是一體適用的經濟法則 那你想到說 對丹麥的養豬業就透過合作社 因為沒有合作社的話 其實一個好的技術 一個好的科技其實沒有辦法去擴散 他沒有辦法一個國家的一個 某一個產品的生產變成一個品牌 所以那個經濟價值那個帶動整個薪水的提高的力量才會出來 那再來談到說 其實我覺得 剛剛米聰講那個組合主義 其實他的精神內涵就是生命共同體 可是生命共同體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他在實際的運作上面 其實是非常需要什麼 各個不同行業 包括不同的社會階層去團結 什麼叫團結 你說資本家可能團結嗎 光光一個匯率的一個上漲 匯率上升 就會造成出口產業跟內需產業的利益的衝突 可是在北歐的社會民主體制當中 他們是非常需要資本家的團結 當然勞動者團結更不用講 這是前提條件 除此之外 你還需要很多的政策是需要資本家配合 而且是全國一體適用 那個東西的重要性 比如是現在一例一休 推動你利益修的一個困難就跑出來了 因為不同的產業跟你講說不適用 所以你必須非常非常多的協商 那你願意做下來協商 你一定是平等 資本家沒有比我勞動者來得大 對不對 然後大家願意去就那個最大公約數 做下來好好談 這個才是團結的要因 不是說犧牲我個人的利益 犧牲我所代表這個團體的利益 去跟你談叫做團結 不是嗎 所以最後我要講到說 老師講那個誘因跟比如說中國合作社的失敗 其實謝謝你點出非常重要 就合作社經濟民主的這個機制要能夠去work 他必須有政治民主作為前提 所以我為什麼說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跟社會民主 是不可以切割去想像 不可以去想像 那最後我要講說產業要有根 什麼叫根就是基於自己的本土的社會需求 基於你的核心價值去發展出來 舉個例各位可以想像說 丹麥那麼Fancy的一個離岸風車 跟他的養豬業有關係有關聯嗎 你們覺得有關聯嗎 很難想像有關聯對不對 可是丹麥一個全球最大的一個風力發電機的生產者 FESTA還有很多其他的小廠商都是怎麼樣 都是從農業機械一個小廠所發展出來的 所以你說今天台灣的產業台灣經濟的未來在哪裡 其實就是正視自己的社會需求 去建立自主的什麼 產業 這個產業才有根 你一旦有根 根渣的生 你開花 你要 其實那個就會非常 那個融景就是 那個生態就會非常健康 我分享到你 只有你謝謝 好 謝謝 三十秒 我剛剛其實沒有講很多技術的東西 其實技術本來是應該 我講比較多的東西 其實我跟 其真的吃豆花的那種之交 事實上因為我們 我也互相交換 他教我經濟 我教他一些 豆花 豆花的技術 技術其實在台灣是被 形式化工具化 其實它是有靈魂 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做技術的 你們會覺得這很low對不對 物理的一定很low 其實物理 它技術本身是有哲學說 它的自身的價值 它是跟當地事實上有產生關係 我們現在想說最高薪的技術 一定是從美國進口 最好的機器 打得非常漂亮 可是事實上的技術 是從這裡長出來 我們這個概念其實在根深蒂固 我不曉得是受到什麼的影響 這個沒有 這個也是可以講一個小時 但我只是講 那個部分其實也是 非常重要的基礎 當麥很多的技術 是從那個地方的需求 面對慢慢產生來 它們真正值得可以去創新 甚至可以跟世界競爭 絕對不是從外國進口 這樣 就跟最近台積電進口 好幾個石科機 是從荷蘭進口的一樣 好 好 那我們熱烈掌聲 再謝謝他們兩個 今天晚上精采的工程 謝謝